現在我們就要請大家再次用最熱烈的掌聲 來歡迎我們的周伟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來參加我們周伟囉 大家都知道我們今天的方式是座談的方式 周伟就根據您上面的題目來回答大家 我們現在都很會目測1.5公升 很高興能夠來這邊跟大家座談 麥克風這樣聲音OK嗎?後面聽得到 剛才主持人可能已經說了 我們是用掃QR Code的方法 如果掃不到QR Code也可以手動鍵入slido.com 然後輸入01013 儘管不用輸入 在這個過程裡面就是 我第一段應該是到4點 在4點中間會休息個10分鐘 今晚就是以大家的票數最高的來進行回答 但是呢在過程當中 隨時都歡迎大家舉手 因為我們有另外的無線麥克風 所以如果覺得說 這個用打字的不是很確定 就是我有回答到您的問題等等的話 也隨時歡迎我們就直接舉手 然後可以直接就是對話這樣子 那中間大概就是一次休息了 但中間就是隨時想要這個出場的問題 我們就直接開始 因為這個投影有一些問題 所以我今天沒有辦法秀簡報 那也沒有關係 反正是以大家的問題為主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 那最新的問題會跑在這個右下角 所以如果要追溫的話 所以是這個就是透過文章上去 馬上這邊就會更新出來 那我們來試試看這個同步的狀況 那這個網路就有單條了 我們是不是要設定一下 剛剛是好像用同仁的網路對不對 那這樣子就是最高票目前25票 那這回我們會把它高亮度 那高亮度之後 我們就會來回答這個 那一直回答到 就是大家沒有在追溫為止 然後我們就會往下移動 移動到下一個 這樣OK嗎 好 我們就開始 有25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對於不知道做什麼工作的年輕人 有什麼建議啊 非常好的問題 我們在青年署 有這樣子一個計畫 叫做我留 我留就是你我他的我 留就是留心的留 那這個計畫呢 就是讓不知道要做什麼工作的年輕人 可以好像你在去餐廳 就是他給你一個menu 可是你第一次去這個餐廳 你也不知道菜單上面哪一個好吃的點是嗎 那有一些餐廳 就會有一個叫tasting menu 就是他每一個都給你一小口一小口 然後讓你都吃或者喝一點點 那有些就是賣酒的地方 也會有那種tasting wine 就是每一個喝一點點 那這個呢就是讓他在極少的時間投入 從可能只要一個週末 到可能只要兩個禮拜 最長可能是讓我們辦公室實習 要兩個月 但是不管是兩天到兩個月 總之他是不需要一千 就一年下去半年下去嘛 所以他就可以在這一年的時間 他可能把自己當作一個gap year 就是說這一年他正式也沒有要完成一個學位 正式也沒有想要做什麼工作 但是他十二個月的時間就可以體驗十個十二個各種不同的職業的樣子 不管是他不會間隙的方式 中油的方式 志工的方式等等 那在以前的青年數的這些計畫呢 他是每一隻都是不同的名字 其實是很難找到的 但是今年呢他們特別去跟一個叫做dscore 就是一個專門做創新創業的一個團隊合作啦 然後也找了一個youtuber叫做hook 那這個youtuber我跟他合作以前從來沒有聽過他 但是後來發現說他非常的專業 他第一次當主持人就表現得非常好 而且也讓就是實際上的年輕人很能夠理解到說 這種pasting menu就是自己好像周遊列國這樣子 都試過一輪之後比較能夠堅定自己的志向 那所以我是蠻建議就是直接去報名我留這個活動 那之後呢大概如果你覺得哪個部分 還就是你在那個pasting menu上都沒有看到 你也可以點菜喔 因為青年數的特色就是說 他們並沒有什麼法定義務 在教育部底下的任何其他的單位 都是法令規定說 國教書做國民教育的工作 還有高教、技職等等 他每個都有自己就是依法必須做的事 但是青年數完全沒有 所以如果你覺得青年數 明年應該多看些什麼的話 他們也有一個叫做let's talk 就是一個類似就是審議式的民主 這樣一個方式 你可以自己救出來 然後告訴青年數 以及告訴教育部其他單位說 那我們未來希望能夠看到什麼 雖然我看到let's talk很多的題目 到最後明明是教育部辦的 到最後都是勞動部要買單 不過這個也是很合理的 因為這個高教完成的時候 大概就是到勞動部這邊來 所以在let's talk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是教育部跟勞動部合作 做得非常好的這樣子一件事情 他們今年討論的就是 怎麼樣去在新課程底下 能夠讓偏向的教育能夠跟得上 以及怎麼樣在就業的時候 我們盡量來有資訊的不對感 那我想這兩個都是勞動部 也很關心的一個題目 所以有空的話也可以多關注 今年的let's talk 有幹事二位朋友們問說 這個題目比較長有點快一點 請問目前台灣年輕人在 個月之後也有點精進的 你只想要開一個小餐館 也要別走 都是因為我們看的錢 也完全只有那一區鮮少大陸 是一位掌揭 台灣外國人就自己樣的掌揭 這張200塊錢之下 我想就是要分兩個角度來看 一個是說 其實我們台灣在全世界最知名的 我之前去伊索比亞 去阿迪斯阿貝拉開那個 就是世界的社會企業的一個論壇 然後呢 我一走進他們的伊索比亞 第一座 好像也是唯一一座 的那個加速器 那他們就在上面說 我們要怎麼樣行銷 我們南非的這個品牌 然後呢 因為像他們有一個 Ruibus 這樣子 就是我們今天翻成南非國寶廠 所以我們知道他是南非來的 不過全世界其他人都不知道 他是南非來的 我們是因為翻成南非國寶廠 所以知道他是南非來的 在那邊想要這個 拓增他們的形象 然後呢 他的那個就是在討論 那個投影機上面 這應該不是C號 因為他們不知道我要去 那所以我一去就看到說 他要怎麼樣子去學習 日本的壽司 跟台灣的珍珠奶茶 所以現在 就是說他們覺得 在全世界品牌的 行銷做得最好的 就是這兩個樣的食物 所以我覺得就是飲料店沒有什麼不好 事實上我們在世界任何一個角落 現在不管是黑珍珠 白珍珠 怎麼樣的珍珠 都可以叫做珍珠奶茶 所以奶茶也沒有說一定要用什麼茶 用國寶茶也可以叫做珍珠奶茶 這個就叫做開放式創新 就是說我們是用一個新的一個想法 去把平常不會結合的兩個東西 就是珍珠跟披薩 珍珠跟奶茶 結合在一起 對 那結合在一起之後呢 並沒有什麼專利權嘛 然後也沒有說一定要付我們什麼專利費嘛 任何地方 包括在伊索比亞 任何人只要想到一個新的想法 他就可以說 那我就出現一個珍珠奶茶 在無形之中 台灣的這個品牌就往外拓銷 那所以第一個 我覺得這也是一種世界盃的做法 不一定是要賣你的產品 美麗台灣 或者賣你的服務 美麗台灣 財能都叫做世界盃 你的創新的一個想法 這個process 這個innovation 美麗台灣 這個也可以叫做世界盃 這是從第一個方面來講 就是開放式創新的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呢 其實我們現在看到說 會不像說疫情 等等 當然台灣是跟防疫做得非常好 但是我們去看其他的國家 就是今年GDP沒有成長的那些國家 就差不多是所有其他國家 那他們在他們自己的產業鏈裡面 反而是如果它的產業結構 比較像台灣就是中小企業為主 那不管是中小的服務業 或者中小的製造業 它中間有一個resilience 有一個任性 就是好像說一場森林大火來 這個木本的都燒掉了 但是草本的都還在的這個情況 那他們就可以及時的去調整 他們的就是營運的方式 然後呢能夠度過這個難關 但是呢如果是別的就是經濟型態 好像都是大的菜團啊菜伐等等的企業的話 那有一個大的變化 一來的時候 它除非是說第一時間能夠預測到面前跟上 不然的話之後要調整 就變得相當困難 這個我們在今年是全世界都看到了 所以就是當你能夠滿足內需 而且又足夠靈活的時候 這個不一定是一件壞事 就是說等到就是好比說 你自己的小餐館飲料店 經營到一個程度 它變成一個特色 它甚至有一些文化創意的可能性 甚至是有些人他開店就是 就是照顧到他跟他的員工的溫飽 但他有很多空閒的時間 可以來做創新啊 這個文化創意的活動啊等等啊 他屬於拍一個影片 然後就到了世界杯啊等等 那所有的這些事情 還是建立在說 這個中小企業它是非常具有人情 不會是因為疫情 或其他貿易戰什麼原因 一巷子就翻看變成說 他沒有空閒的時間去進行創作 所以就是說 我覺得現在的年輕人 他還是覺得說 他自己多一些空閒的時間 去做對他自己 對社會都有意義的事情 去做我們叫做 就是社會創新的工作 這個比起說 他短時間之內去拼那個GDP啊 現金的那個GDP啊 現在就是大部分年輕人會希望 這兩個至少要見過啊 那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蠻好的一件事情 覺得台灣的未來 可能就是五花八門 就是各種各樣的創新 不一定是只有 像之前那樣子 就比較現金的經濟 但當然現金的經濟 以及製造業的能力 這當然是我們的強項 我只是說 開個小餐館 飲料店怎麼 但這個其實可以 並行不備喔 並不是說這個 就對台灣的未來 會有這個不好的影響 我是不是這樣子覺得 有20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在事業遇到無法突破啊 該用什麼心境去突破啊 我其實很同意就是前面那位講師的講法啊 就是說 你應該用這個睡飽飽的那個心境啊 去突破啊 就是要睡夠啊 那因為其實這個是很科學的 就是我們在大部分的時候 在醒著的時候 我們其實從環境裡面 接受很多片段的資訊 但是這些片段的資訊呢 就好像你電腦開機的時候 它是放在記憶體裡面 但是你還沒有存檔 你如果沒有存檔 然後就把A人拔了 那這個你編輯到一般的東西 就不見了嘛 它沒有寫到硬碟裡面 那所以睡覺就是把 就是在記憶體裡的東西 斷氣記憶裡的東西 會揮發掉的東西 寫到長期記憶 就是不會掉的 就是硬碟裡面的東西 而且我們在睡眠的時候 是畫重點的方式在寄下來 也就是說 如果無法突破 你是一個很挫折的這個感覺的話 你在夢裡可能會做一些夢 說不定做的夢也是惡夢 也不太舒服 但是呢 是你做惡夢的那些當下 它在幫你畫重點 覺得說哪些東西 是你未來用得到的 可能成為突破的 這個創新的一個材料 哪些呢 完全就是你自己在裡面 自己過不去 那些就不會畫重點 就不會寫進夢裡面去 那如果你播個鬧鐘 睡到五個小時 六個小時 根本還沒睡覺 就醒來了 那這個重點就還沒有畫完 那就會變成是說 那你隔天醒來的時候 那個挫折的感覺 那個焦慮的感覺 沒有完全釋放掉 但是呢 如果你突破那種 就是把它睡飽 那睡飽的話呢 其實所有這些挫折的焦慮 感覺醒來之後就沒有了 剩下來就是說 實際上你會需要寄到隔天的 那些可能帶著你去突破的東西 所以大家可能有聽過 就是我每次碰到跨部輩的協調 因為我們擔任政務委員 就是兩個以上的部輩各指一詞 而且都很有道理的時候 會來找我們來協調 那通常呢 就是雙方各有各的主張 那我在醒著的時候呢 我不會特別去選這邊的論點 或選那邊的論點 我會在睡前 把兩邊的論點 可能各自一百多頁的資料 我全部都看過 看我之後就去睡覺 那睡覺之後呢 我只要睡滿八小時 我一醒來 我一定都可以有一個創新的觀點 能夠堅固到兩邊的想法 那有時候呢 有一個就是論點 可能是不只兩個部輩 可能三個部輩 像電子經濟 那個時候就文化 經濟 無教育 各有各的想法 那個就很困難 我就得加班 我就要睡到九個小時 就要多做一小時的工作 我睡到九個小時裡醒來 忽然之間就想說 我們就把它叫做文化記憶表演工作者 那這樣子三個部輩都非常的沒有問題 都有話這樣 你如果把它叫做什麼體育啊 大家是不接受的 那所以總之呢 就是最困難的是什麼呢 是有一次我去看一個電影 叫做天能 天能 那個電影呢 這個我看的時候呢 在那裡是完全沒有 這個什麼特別的想法 我就是去感受它 因為那個電影都是說 要感受它嘛 不要去理解它 那結果我看完之後 就睡了十個小時 你醒來 完全什麼都看懂了 簡單的來講 就是說 不要打擾自己的睡眠 只要睡夠 那你自然就會有一個創新的心境 去突破這件事情 好 那有十幾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那我創新的idea 有什麼樣子的一個來源呢 等會像 我們這邊 好 已經有一個 Helen有一個 後來居上 好 那我們就先處理Helen這個問題 有二十幾位朋友們問說 未來會出現的行業 可能現在還沒有成形 那麼要如何培養敏感度 甚至是促成像這樣子的 創新行業 真的是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那 對不起 我想借一下 黃樹林的iPhone的密碼 有人可以幫我提一下密碼嗎 謝謝 好 我想大概有兩件事情 一件事情是說 我們如果現在還沒有看到的行業 我們大概現在可以有一個想法 就是我們可以訓練自己叫做 職務流程再設計的這樣子一個功能 職載這本來是一個社工界的一個名詞 就是說我們在工作的過程裡面 有一些事情 可能我們平常習以為常 覺得說這個生產線啊 或者是這個服務員啊 本來就應該這樣做 但是呢如果有些身心狀況 跟我們不同的朋友的話呢 那他們可能就要用 就是不同的方法去做 你可能要把本來一個步驟的事情 切成三個步驟去做 那這樣的話呢 他們才能夠 不管是透過他們自己的這個 就是 好這裡有點想太好了 可以 等我一下 謝謝大家 好的 對 那我們在這樣子的訓練裡面 就是說 我們好比像說 像 之前我常常舉一個例子 是台灣自來水公司 那台水呢 他們現在潛伏一個很重要的使命 就是 要讓我們不缺水 那不缺水呢 開源節流嘛 節流就是不要漏水 那這個 尤其在這兩年非常重要 因為不知道為什麼 台風鬥就是自動繞過台灣 所以 這樣的情況下呢 這個他們以前 然後比如說在基隆這個小區 他們從一個地方漏水到巡迴去 帶著好像聽證清亮來聽漏水的師父 聽到漏水 從漏水到被聽到 就要花兩個月的時間 這是很久的一個時間 中間不知道都要多少水了 那這其原因呢 其實是因為 他這個師父大部分巡迴 聽的時候都沒有漏水 所以呢 其實第一個 他們不太容易擴變 這一組簡陋人 因為對年輕的朋友來講 剛才有講過 如果他的工作裡面 沒有創意 沒有特別的意義的話 就算他薪資還不錯 他也不是很想做這種很容易的工作 所以後來呢 他們就運用植物流程再設計的一個辦法 去跟包含像資測會啊 甚至HTC啊 我們行政院院管部啊 等等的朋友 一起組隊去參加總統盃黑客送 黑客送就是黑客的馬拉松 黑客就是運用這個框框外的方式 來看一個系統的人 所以他們就跳出這個框框 去用直在的這個角度去看說 如果現在我們能夠有一個機器學徒的話 他可以負責哪些前端的一個作業 後來他們就發現說 他們可以在LINE上面有一個機器學徒 這個師傅一醒來 這個機器學徒呢 就可以運用水壓 水流量 氣溫等等的各種方式 去判斷哪些地方可能是有在漏水 所以這個師傅呢 他一天醒來就看到三個地方 每個機率來的就是70以上 他跑到這三個地方 一天跑三個地方 至少有一個以來是會漏水嘛 所以他的工作就是有創意的工作 而且這樣子他年輕人跟著這個師傅 比較有東西學 因為你一天裡面至少能夠真正解決一個漏水問題 你要解決它 這個是需要人的判斷跟創意 但是你要停一個地方沒有漏水 這個是機器來做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只要在自己的工作裡面 試著去揚起掉以前那種 什麼吃苦當作吃補啊 什麼不合理的叫做磨練啊 有很多啦 有很多就是舊時代的那種想法 但現在呢不是這樣子啊 現在是這個輸到用時啊 不是方便很少 是輸到用時是隨便找啊 你到網路上面稍微找一下 大概就有一個寫到百分之八九十的機器學徒 可以幫你處理掉這部分 比較容易的這個工作 所以呢 你只要在自己的工作裡面 試著去看說哪些部分可以自動化 那這些部分就會被自動化 等到這些被自動化之後呢 你的這個行業就會開始從 就是完全沒有數位化 到變成它有數位化 就是把面對面啊 去聽那個水管啊等等 慢慢變成用數據來判斷 接下來就是數位的優化 或者叫最佳化 就是說你怎麼樣節省時間 你一天如果能夠跑三個地方 怎麼樣確定你這個車程啊 不會是白跑白繞路 到後來呢 甚至還有數位創新 就同一套這個做法 後來這一組人就跑去威靈頓 去幫紐西蘭也解決他們的這個漏水問題 甚至呢 到後來台水做的這套之後 台電它也處類旁通啊 也運用這樣子的方式 去做電力的調度 然後以及接下來的智慧電表 以後呢 你就可以直接用你的智慧電表的那個 電的那個度數啊 每天的這個度數 它就會自動傳一個簡訊給你 說目前看起來好像你家裡的冷氣機 或者是你的電冰箱 它的能源效率相當的不好 你要不要試著把它調到比較低的模式 來運轉一下 或甚至如果真的壞掉了 換個新的 那在以前 你要一個一個去這樣檢修 都是比較累的一件事情 但是現在就是透過這種 就是數位創新的方法 它可以光從這個電表的幅度的震動 就可以去找到說 它比較可能是哪一種電氣等等 這些都是數位創新的一些可能性 但是這些都要先是你不要覺得說 你不要覺得說好像 本來在做的這種比較重複的事情 是鍛鍊以及職力啊 是吧 你要能夠去把它再設計成 適合機器做的事情 那這樣子的話 這些新的行業就會自動的出現 而且你也可以立刻就變成 去幫其他人轉型啊 的這種數位轉型的 有點像是大事啊這樣 那有時就會跟你們問說 就是我創新idea的來源 我創新idea的來源 就是經常的透過QR Code 邀請大家問我問題啊 我要怎麼樣知道現在社會的脈動 或大家最關心的事情是什麼等等 基本上就是靠這種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來發言的一些空間 當然不是只是實體 像我們現在面對面的座談 大家也可以在 好比像說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 就是join.gov.tw join.gov.tw 在上面也會有很多朋友呢 去有提一些連署的案件 那這些連署的案件 就有點像是先期預警一樣 讓我們知道說 民間現在關係 但是也許政府還沒有在關係 那這件事情是什麼 那如果到了5000人的話 我們就承諾說 我們一定會就事論事來回答 那如果有跨部會的話 那也會我來幫忙大家來協調 那之前有相當多這個 從大家可能有聽過的 有人提案說什麼報學 有人提難用到爆炸 那但是就是大家都覺得 當時博睡局的朋友都覺得 我們看起來很順啊 那是因為他們都用Windows 如果是用這個Mac或者Linux 或者手機 事實上是非常難用的 但是這個就是第一線的公務員 跟這個第一線的市民 他的經驗可能有些落差 那所以第一線的公務員 當時2017年5月就不小心講了一句話說 那你就跟朋友去接Windows啊 那結果大家就非常的憤怒 這個我們就化憤怒為力量 就是作為了你行你來嘛 就是任何在上面留言 就是說什麼財政部長下台啊 什麼官貿無能啊等等的這些朋友 我們就一個一個去發邀請函 邀請他來財政諮詢中心 一起來做隔一年的報學系統 忽然之間隔一年這個滿意度就到了96% 再隔一年Windows也可以用了 滿意度就到了98% 那其實從來沒有一個數位服務 滿意度這麼高的 就是因為我們把當時 所謂是在乎誰痛苦嘛 就是會炒那個熊 表示他們很痛苦 那這些朋友表示很在乎啦 那會炒的不是有糖吃啊 是要到廚房來一起炒糖吃啊 口服的炒麵 火部的炒 一起炒出一盤好菜 那其實如果我們一般去公務員 這個區域好像請你的設計公司做什麼 所以最後做出來的東西可能差不多 但是因為沒有五千個人的參與 所以呢就是大家進去廚房炒過菜之後 就會覺得那個菜特別好吃 雖然其實跟外帶的差不多啦 但是就是你自己有參與嘛 總是覺得說 這裡面至少有一張便利也是我的貢獻 所以我覺得滿意度那麼高 並不完全行 因為說最後做出來的東西的品質 當然是還是很不錯 而且說中間好像大家可能有看過 可能蓋一座廟嘛 就是有一些那個就是榮譽榜嘛 對不對 就是他至少在一塊小石頭上看到自己的名字 那這個時候就會覺得說 這個真的是大家一起集資廣義 得來福利的這個成果 當然同一套系統最後就變成 口罩使民之二年齡 跑去賣口罩了 同一個系統再改了一下 後來又跑去賣三杯券了 所以就反正說當初參與的這些朋友裡面 也不都是這個所謂民間人士 裡面也有衛福部的公務員 裡面也有經濟部的公務員 所以他們會覺得說 這不是只是財政部的事情 而是大家一起創作的過程裡面 我們自己就可以想出很多新的idea 那之後碰到這個例子的時候 他們就會覺得說 雖然我是衛福部 我是健貓樹 但是我以前有參加過那個財政部的工作坊 我覺得那一套東西可以拿過來用 這樣子就是一個大家出類的 方向創新的來源 而最一開始就是因為 有人在那邊連署說 放水人體難用到爆炸 所以歡迎大家就是 在綜藝點區 有一點提到的上面 多看一看其他人的這個創新的注意 就像現在在slido按讚一樣 有五千個人按讚的話 我們就必須就事論事的 立刻六十天之內來處理 有20個朋友問說 對於政府的發揮 沒有跟不上產業創新的速度 有什麼樣子的看法 這非常好的問題 簡單來講就是說 我覺得跟不上是一定的 因為我們的法規 基本上都是去把 大家已經跟社會上面 有個通念有共識 大家覺得說應該要這樣子的事情 寫成一個法規 所以如果有一個人想出一個新的方法 而這個新的方法 其實他都有點看不太懂 他來做什麼 那這個時候我們的法規 但是不太可能 預先去想到有這樣子的一件事情 但是這個人的這個想法 可能不錯 但是也可能對社會有汗 所以要怎麼辦 就是要給他一個空間 一段時間去證明他 我想去打一個比方 就是說我們法規 比起產業的創新 就好像我們在高速公路上面跟車 就是你要保持幾個車身的距離 你是落後他沒有坐 但是你並不是被他摔掉 你就是在後面看著他 因為說不定在開一開 這個做法其實不太穩 他就在那邊拋毛了 這個時候你還得想辦法找個拖掉車來 對 但是有時候他開一開發現說 這是一條新的路 別人都不能夠這樣子開的 他這個新的可能開一開飛起來 什麼之類的 就是說他可能 我們現在這個無人載居的 這個創新實驗條例就是這樣 就是我們並沒有去分路海空 所以像在其他的國家 無人車就是無人車 但是我們這邊這個無人車開一開飛起來 還在我們創新實驗條例裡面 甚至高雄這邊也有無人船 無人船也在我們創新實驗條例裡面 所以創新實驗條例 這個是官方的名字 我們一般都是把它叫做sandbox 就是沙盒 就好像大家在公園裡面小孩子玩沙 它是真的可以對出一個城堡的形狀 但是它也不是真的一個城堡 它就是在這段時間裡面去做一個形狀出來 讓大家看到 但是它的風險是可控的 它並沒有威脅到整個行業 那這個時候我們過了半年 我們過了一年 我們就來看說 這件事情到底對社會是一件好事 還是一件壞事 如果這件事情對社會是一件好事 我們法規就跟著它修改 大家如果要看所有曾經 因為這樣子修改的法規的話 其實我們有一個沙盒的平台 sandbox.org.tw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社會上各式各樣子 就是天馬時空的想法 我們是怎麼樣在兩個月之內去跟上它 六個月之內去跟上它 最長一年之內去跟上它 但是也有可能它實驗了半年一年 然後大家發現這真的不是一個好主意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感謝它的投資者 幫大家付了學費 等於是說這個跟樂透一樣 只是那個反過來的 就是有一個人配了很多錢 我們大家都學到一些事情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們下一個創新的人就可以知道 不要用這個角度來做 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解決同樣的社會問題 但又不會造成一些社會上一些困擾 所以從一開始就是 我們知道當時Uber 就是不是很想用職業駕駛員的時候 我們就不斷地去用這種 一小段時間試試看 發現它造成社會的負擔 那我們就來集思廣益 怎麼樣讓它不要造成社會負擔 最後當然納稅、納寶、納管 當然後來他們都同意了 現在會不會就是另外一個車隊 就是Q-Taxi 後來跟Q-Taxi很像的Line Taxi等等 慢慢地都出現了 那既有的車隊也開始用這種 不一定要切成黃色但是要用紅色的牌子 等等的這種多元化的計程車 可以說是整個市場都因為這個實驗的關係 好的部分我們保留 但不好的部分 我們是在整個社會都覺得說 這個不太好 之後我們才說 對不起先生 你還是要符合我們這邊的總量管制 我們這邊的保險等等的這些法規 所以不一定都是要跟上 有的時候是把它導正一點點到正確的方向 有的時候是它決勝而去 我們趕快加速跟上 那這都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就是要一個比較可預測的 在剛剛講到的半年一年左右的時間 去看這個實驗的成果 就是沙河的精神 有世界會跟我們問說 請問對台灣20年之後發展趨勢的預測是怎麼樣 這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大概就是會升高大概50公分左右 那玉山每年是長高2.5公分 所以我們20年乘上2.5公分 應該就是50公分 也就是半公尺 其實這個是因為在低級學上 大家可能知道我們一邊是歐亞路版館 一邊是菲律賓海版館 所以隨時都有一個叫做同來造山運動 所以有段很長的時間 為什麼玉山會一直接接升高 就是因為看這兩個趴會不斷地撞在一起 那它升高個5公分 但是有下層就還可以連5公分 因為有各種不同的地質在作用 但是最後加在一起走兩步退一步 還是升高的 所以我不是覺得這個蠻不錯的 就是我們大家都是有一個軍安思維 很像的一個態度 就是說我們知道一定會有抵診 那就像這個在台灣 也有各種各樣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思潮 但是雖然它中間有互相就是競爭 但是我們到最後都可以抽高一層 然後到一個不同的立場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共同的價值 然後在這個共同價值裡面 就又有所進步 那我覺得這是非常棒的 那今天呢 這個我從這個主辦單位知道 說這個我戴這個口罩還蠻應景的 因為據說這場演講 也要變成這個到這個行政院姓評會 去講說我們有稍微講一些這個姓評議題 那所以這個是屬於業配 我就非講一些不可 剛剛說這個問題 那最後我就舉一個這個具體有升高的例子 好了 就是這個國外的朋友呢 常常都覺得很驚訝 就是說像他們都以為說在亞洲一定是泰國啊 或者因為就是之前有討論過很多的國家 就是首先通過同婚嘛 那但是台灣這個彎道超車 一瞬間就通過了 那為什麼我們可以就是能夠通過呢 那我就跟外國的朋友講 就是說其實在東亞呢 有一個很特別的一個概念 就是叫做儀式婚的一個概念 儀式婚在台灣是2007年以前都有儀式婚嘛 儀式婚的意思是 雙方的家族去舉辦一個公開的儀式 好像這個新人呢 都是雙方家族的代表啦 只有這樣子才能夠解釋 為什麼16歲的女生要可以結婚啊 那就是她即使沒有成年的情況下 但是她是代表雙方家族 然後結成年輕的關係 那但是後來呢 我們在2008年以後呢 改成了登基婚為主 那登基婚的意思就是說 這是這兩個人的事情 那所以他們要互相付這個 這個同居是義務啊 家事婦為代理人啊 什麼之類啊 等等這些義務 那所以這兩個其實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嘛 那一個是就是跟祖父啊 這個有關係 那另外一個是 就是雙方這個互相的權利義務關係 那這兩個是並存的 所以後來呢 在兩次共同之後呢 我們就發明了一個做法 這個做法叫做結婚不結音 就是說我們弄一個叫做超連結的法案 然後說這個當這個同性結婚的時候呢 他們並沒有結音 所以呢 民法裡面的結婚的部分都超連結過去 但是結音的部分都沒有超連結過去 所以呢就不會出現說 這個兒婿啊 女媳啊 什麼之類的家族稱為 因為在家族裡面 他是沒有超連結過去的 這個雙方的朋友們 雖然當時感覺就好像低陣一樣 這個就是炒得很厲害 但是這種結婚不結音的 這樣的折衷的關係 雙方都不滿意 但是都可以接受了 所以我們就發現說 到這個就是立法通過之後 慢慢慢慢就是本來不遲遲 都現在覺得好了 就隨便了 這樣子一些 就是發數就增加了很快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例子來講說 其實我們就是不斷的在各種不同的世代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思潮的震盪底下 找到一個大家雖然不滿意 但是還是我們可以接受的這個新的一個角度 那這個角度一旦出現了之後 我們表示心靈的防震結構做得很好 我們這個視角又提升了又高了2.5公分 然後又可以好好的來看新的這個社會上面 一些思潮性的一些社會的事情 這樣應該業配算是有完成了 OK 那下一個題目 OK 有20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這個社福的單位普遍低薪 而且工作的暗量龐大 公司長的壓力大 然而透過就是投入這個社會社福的相關工作 可能僅能求溫飽 而相關科系的大學別人 更加不會投入這個行業 在這個區塊有沒有努力的方向 這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我覺得這有兩個方面 一個就是說 我們現在就是如果 因為這個是一個 怎麼講 是一個自我正誠的一個預言 如果大家都覺得工作案量龐大 壓力大 那當然就比較少人願意投入 但是如果比較少人願意投入的話 當然按壓就是那麼多 所以分一分 那當然剩下來還在投入的人 那這樣子他的壓力就更大 那所以如果就是他補充上來的人 沒有辦法就是像其他的行業一樣 就是他有一個很好的 我們叫做letter of career 就是說他擔任了一段時間之後 他可以轉職嗎 我們玩線上遊戲都知道了 二轉三轉等等 都可以變成一個看起來 就是這樣潛途的這個工作的話 那不管是社福 或者是我們看到長照等等的這些領域 都面臨一個說 那他到某個程度 他有那個徵兆 還有那個專業 他就轉出了 轉出之後 會不會回來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每年培訓 但是如果他轉出的這個就是 機率高過就是說 每年培訓進來的人數的話 那在這個行業裡面 進人數是減少的 那所以這是目前實際的這個狀況 那剛剛講到就是可能要從兩個方向 一個方向是說 我們可能就是像那個 排水的老師 我剛剛舉的那個案例 就是如果在這裡面就是 相當容的那個部分 好比像說重複的管考啊 重複的核銷啊 這個地方跟中央系統的不一致 那或者是這個自己的個案管理系統 但是因為這個就是 不管是社交所 還是其他的地方 又冒出一個新的系統啊 等等的各種的原因 導致說 你一天本來這個能夠用的 這個時間就有限了 但是竟然有可能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都要花在去 不是跟人相關的 因為社群是要跟人相處嘛 變成你要去跟機器相處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部分就是 就是不對的 這個部分基本上就是 有點像是 開水的師傅 大部分時間在聽那些 沒有漏水的水管一樣 那這個就是 新的這些技術 可以來幫助的地方 就是我們也幫自己做 這個植物流程在設計 然後去確保說 大家可以就是 在實際去個案的時候 我們就把一些 先期預警的一些情報啊 把一些可能跟它 相關的一些資料啊 不是說再重複的去登打 或者重複的進行查詢 而是說自動的就把它揉在 話比想說你的手機 或者你的平板等等上面 那這個其實在 總統被黑客總之前 新北市跟台北市啊 有一起就是 他們的社會局合作 去做一個叫做 擁護回頭的 這樣子一個就是 個案的 相關的 情報的這個 這個意料板 那就是希望能夠 讓社工去訪市的時候 它可以減少就是 重複的詢問 以及重複的查詢資料 的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蠻好的一個嘗試 所以就是說 太量膨大的是事實 但是呢我們可以 恰當地去運用數位的創新 去讓公市場的這件事情 得以所見 這是一個 那另外一個就是 剛才講的就是說 當你掌握了這些 數位創新的能力的時候 其實這個能力 也可以出雷狂風地去 幫助所有其他的朋友 也就是說你可能 一部分是擔任社工等等的工作 但是呢 好比像說我們在 這個經濟部創小企業處 去負責社會創新的 這個 這個 可以講他們怎麼 應該可以 這個黃秀玲黃專偉 那他就是 當時就是 他是社工學員 然後呢 他其實我覺得 就有一個很好的一個能力 就是說 他會把任何 就是他碰到的 正在做社會創新的朋友們 都去把他們 就是配對 輔導等等 然後去讓他們 自己形成這樣子 一個社會支持的網路 然後自己來 彼此解決彼此的這些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棒的一個 就是你不是只是服務單一的個案 而是一定程度上面 可以成為一個組織者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很多有這些是 我訓練的朋友們 當他一旦成為組織者的時候 像我最近 有幫一本快要出的書 這個推薦 他們是叫做特工蒙 就是環國特色公園聯盟 那就是在全台灣去找到 就是本來看起來 就是很不變的公園 但是呢就是想辦法 變成一種多元共融的等等 那同樣的這個也是 經過這個社會組織的能力 然後去把實際的個案 看起來好像 就是要一個一個去跟議員陳情等等 那他們組織成一個力量 就變成是說 那我們就找到國外的一些好的案例 而且告訴議員 或告訴整個議會說 你如果照著這樣做的話 你不但省錢 而且可以一次多照顧到 多少多少的人群 它變成有點像是 政策倡議的那樣的一個能力 那當你能夠在源頭去做政策倡議 去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 這個就可以解決一些系統性問題 壓力就會變少 所以我覺得短期來講 就是要去導入像這樣子的資訊的基礎 去節省他的時間 長期來講 就是要去有結構性的倡議的能力 然後去解決 就是一些結構性問題 這樣子的壓力 變得比較不會那麼大 那這兩個的能力 其實都是很實相的在業界 所以就是對一個大學生來講 他投入這個行業 即使他待了四年五年之後轉出 但是他在轉出的這個情況下 他不是覺得說受不了轉走 而是說他到一個另外一個位置上 但在那個位置上 還是可以繼續去發揮 不管是說 就寫出這個更好的能夠輔助大家的一個城市 或者是說去制定出能夠解決結構性問題的一些新的倡議等等 那這樣子的話 他跟社會界就還是保持聯繫 不會從社會界裡面離開 大概是這兩個方向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如果要往這兩個方向的離開 我是非常願意幫忙 也非常歡迎直接來聯絡 那有18位朋友們問說 請問我的思考 有沒有疲倦的時候 如何在疲倦的時候 舒緩生活跟工作的壓力 有啊 我一疲倦的時候 我就會去睡覺 這個我剛才也講 對 那其實就是說 古博自欺其實是 基本上 古博我們不夠當孤腦中 我只有在很特殊的情況下 好不像是要去立法院 那才播一下孤腫 但像今天也不是被孤腫鬧醒 因為我昨天可能九點多久就睡了 那所以意思就是說 其實在自己一感到疲倦 就去睡覺 這個是很重要 因為現在主要是大家手機啊 或者是電腦什麼 常常都會開通知嘛 你一旦開通知的話 你已疲倦 本來是準備可以睡了 但是你在接到一個什麼通知 因為故人之間精神又來了 那這樣子其實就是在 犧牲自己的睡眠事件 所以呢 我不是只有上班的時候 關掉通知 我下班的也關掉通知 我從頭到尾都沒有開過通知 隨時都在固扰模式 那而且呢 如果你有傳LINE給我的話 你就會發現說 我那個禮博喔 只有在早上可能7點 我剛醒來的時候看一遍 然後呢 下午班晚7點 就是我要下班的時候看一遍 就這樣 我一天就看兩次來 那但是呢 email的話 我倒是比較常看 我是每半個小時看一次email 非常的固定 就是認證工作25分鐘 然後花那5分鐘休憲時間 來稍微看一下email 或者是看一下這個網路 但是無論如果都是我主動的 就是我開email程式 我開mine 或者是開其他像Twitter這些 Instagram這些 但是呢 絕對不是說它發生什麼事情 跑來通知我 這個我是全部都關掉了 那這樣子的好處就是說 你是你自己時間的主人嗎 大家都可以學到說 你email不是不回 但是是半小時才會回一次 那這樣子 就是那些在email上面 就是一定要非常緊急 打兩個驚嘆號什麼之類的 過了一陣子之後就會學到說 他就算打四個驚嘆號號 好了 你還是半個小時才會回 他就有一個比較一致的 這樣子一個期待 不會對你也不會有期待 那Line更是怎樣 其實Line的一個最大的困難 就是那個輸入中 就是好像還沒有打字打完 就是如果你是寫一封email給我 那這個 不要說給我好 給你的同事 你寫一行 就按送出 再加一行 再送出 再加一行 再送出 這樣子你知道 這樣子做一天嗎 馬上就被fire 掉 事實上沒有人這樣寫 沒有人浪費到這樣的時間 但不知道為什麼大家都覺得 可以這樣子寫Line 好像加一個可愛的鐵圖 都無所謂 事實上並不是無所謂 等於是整個群組的人在等著你 把你的思路完成 那這個過程裡面 所有人都在一個分心的一個模式 那在分心的模式裡面 就一方面會感到疲倦 這個精神壓力是很大 但是二方面 你要強迫自己保持Alert 就是因為他說不定 就是下一句話就寫完了 這個時候就換你回覆了 不然就一路不回嘛 對不對 那所以這個情況下等於 就是你要在一個緊繃的模式 那長久以來 就會讓人感覺不到自己疲倦 那如果感覺不到自己疲倦的話 當然更不可能好好地休息 所以大概最具體的建議 就是把同事關掉 那如果你暫時還不能不把通知關掉 那至少設置一個就是 理性幾點 幾點才收通知 幾點之後是絕對不收通知 那也養成一個就是 像我們一樣 就是把Line當Email用 把Email當Line用的習慣 那但是如果就是你的工作群組 真的都在用完的話 那至少就是設立一個 他不想說 但想十二十分鐘才去看子脈 的這樣的一個習慣 總之只要你保持主動 那這樣平均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自己平均了 那這個時候去睡 其實你睡的時間不需要那麼長 但是休息的成果就會很好 但如果是盯了很久 壓力已經 就是持續很久了 那這樣的話 有時候就是 第一個能夠不播鬧鐘 睡的時候 就會睡到十小時 那所以這件事情 我覺得平常就是有點好像 零算整複那種感覺 就是說 慢慢的讓你的 就是同時知道說 我不是不關心我們的工作 但是我還是要有自己的時間 那這個慢慢 因為我們知道在台灣 工作時間長是一定的 但是就是慢慢的 你每天就是 稍微再把十分鐘拿回來 十分鐘拿回來 十分鐘拿回來 那慢慢就會有一份 終於到晚上 可以感覺到平卷 那一旦能夠自然的感覺到平卷 其實生活與工作的壓力 就不會累積 大概是這樣子 有那時候有朋友問說 不管做得好不好 都有二元對業言論 去標籤 去分立 對酸民文化 對負面情緒 滿貫的社會氛圍 有什麼樣的看法 我就抱著一個 欣賞創作的一個看法 就說 中國你還這樣用 好有創意 因為我就是覺得說 我自己就是一個素材庫 就是隨便大家去用 那所以我自己不會覺得說 像說 日本有一些什麼 饒舌音樂家 去把我的 這個訪談的那些 講話的片段 就變成他們的 就是創作的一部分 那甚至說什麼 什麼 IT大臣什麼之類的 那其實 其實我們是就是 沒有天皇嘛 對不對 沒有國軍 就不會有大臣嘛 所以就是我看到 他們的這些表情 我都覺得說 這是好像那種小說人物 動漫人物 就是說就是好像那種 西遊記裡的悟空跟 氣王主也有悟空的那種關係 就是沒有關係 除了名字一樣 對 我看到人家貼我什麼標籤 我都覺得說 這是他創造成一個動漫人物 那當然有些動漫人物很可愛 像那個客委會的那個什麼 唐鳳過台灣啊 然後破更田啊 那個真的很可愛 但是我也不會覺得 那是跟我有什麼關係 那就是客委會的小店的創意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我自然也不會覺得說 好像這個酸民啊 負面情緒啊等等 去衝著我來 都不會覺得說 你這是他的一個創作嗎 一個梗嗎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是蠻有意思 那當然就是 在這個過程裡面 如果還是就是 我自己看到的一些文字 我覺得心情不舒服的話 那我就用一個叫做 精神按摩的方式 去克服這樣子的情緒 這個說起來非常的簡單 就是因為我們看到或聽到 一些東西不舒服 那是視覺或聽覺的一個刺激 那但是呢 其實呢 在腦裡面如果有看過 迪士尼有一個叫做 那是Pixar 迪士尼 有一個叫做 《腦境急轉彎》的這樣子一個電影 你就會知道說 腦裡面有很多角色 怒怒啊 這個樂樂啊 什麼之類 那所以呢 這個一個成年人 他這個 腦力的控制還是比較大的 那所以就是 你同樣一個情緒 你可以用一個轉念的方式 小孩子如果不是 全部都怒怒 就是全部都樂樂 就是有幾年級很小的小孩 但是成年人的話 你知道透過轉念的方式 你可以把本來 就是你想要發怒的那個情緒 你就透過一個不同的 好像說我剛剛講視覺或聽覺 讓你發怒 那你就可以透過一個 嗅覺或味覺的一個刺激 然後去把這個 轉變成樂樂 那我怎麼做呢 我覺得在家裡面 我有很多插包 就是各種各樣子 從什麼羅漢果啊 到什麼牛蒡啊 到什麼薄荷啊 等等很多啦 那然後呢 每次我看到 就是現在很少 但是就是如果 沒有看到一個 我看到幾個字 我聽到一句話 我覺得不舒服 我覺得神奇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就會從螢幕裡面 先這個先出來 然後呢 就跑去廚房 然後呢 就去隨便拿兩個 我以前沒有混合在一起過的插包 然後呢 然後就按那個熱水器 然後呢 就把它衝出一個新的味道來 因為排列組合嘛 這個組合是這樣多的 那所以呢 我就會記得說 這個是牛蒡喝上薄荷的 這樣子的一個味道 然後我就會喝茶 喝茶之後呢 這個心情就會變好 而且這是新的味道 那所以呢 這個時候我在回去的時候 我就可以專注在它裡面 有個建設性的部分 去家裡圍 完全不管它 那些好像是人生攻擊啊 等等的這些部分 那這個時候呢 我如果那天有睡好 因為我大概都會有睡好 我們都知道說 在那裡會化重點嘛 所以就是說 新的部分 新的刺激 會化重點 所以我醒來的時候 我記得的 就是那一杯新的茶的那個味道 那我之後再看到 讓我生氣的 那幾個字 或聽到那幾句話的時候 我腦裡就是一個 開心的一個反應 就是去記得說 這個茶很好喝 等等的 這樣子的一個反應 那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新的長 就我們叫long term association 就是一個 長程的一個聯想 就在我的腦裡形成了 所以之後呢 我也就不會再覺得不舒服 所以這好像是那個 就是你去擠壓按摩嘛 就是你按到這個 會不舒服的地方 就是所謂的這個 會痛的這些地方 那你要感謝這個按摩師 就是說它只要這個按摩 按摩的時候同樣的 你可以配一些 就是很像的 這個什麼精油啊 什麼之類的 香氛啊之類 那同樣就是說 把這種不舒服的感覺 你聯想到一個比較舒服的 嗅覺或味覺的感覺 然後慢慢的 就把那個心裡的痛點揉開 揉開之後 你之後再揉到你同一個地方 你就不會痛了嘛 所以這個就是要 非常感謝這些朋友們 就是不斷地 只是來來鍛鍊我們 那這個叫做什麼 逆增上緣什麼 有各種講法 所以這個時候呢 就是說你就可以去 運用這些負面情緒 跟這些算的這些朋友們 你就可以去看到說 它會這麼痛苦 很可能是它很在乎嘛 所以你就可以好好的 很誠懇地邀請它說 那你既然這麼在乎 那要不要來一起來創造 要不要一起 我們有個時間見面啊 聊個天啊等等啊 就是你那麼在乎的事情 你有沒有更好的辦法 如果換成你是我的話 你會怎麼樣做呢等等 那這個情況下 大部分的朋友 在這個情況下 就會覺得 太想從你這邊 收到一些憤怒的訊息 他收不到 所以就跑掉了 那小部分的朋友 他真的留了下來 那他留下來之後 就會變成跟你 共同創作的一些夥伴 所以當然我都是用 這樣的方式來處理的 也是給您參考 有28萬朋友們問說 唐正維可以在高雄建立 常駐 像我在台北社會創新設置的這個hub 來支持促進社會創業的南部基礁 跟南北資源平衡 確實在台中他們也有另外一個就是 可能是金谷圖書館 就是現在是一個社會創新的一個基地 但我確實也常常都會去那邊 事實上是定期去那邊 那所以如果高雄有一個類似的這個情況的話 不管是它是作為就是智慧城市裡面的這個創新的部分 或者是說它是作為這個我們叫社會經濟嘛 創業啊等等的這一部分 我都是很願意的 那只是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個邀請而已 那所以我當然完全沒有問題 因為其實對我來講 像我剛剛這個我們在進來之前有在講 反正在高鐵上也是在工作的 像高鐵5G的收尋呢也都非常的穩定 所以其實我並沒有特別覺得說我在哪裡上班才算上班嘛 我當時加入內閣的條件之一就是我在任何地方上班 那個地方就是行政院的話 所以我就不用進行政院 我只有禮拜四院會的時候要進行政院 所以之後就是如果高雄這邊 就像之前就是泰州那邊 跟我們有一個就是長期的這樣子 我們步驟合作的關係的話 我當然也是非常願意在高雄這邊多花一些時間 跟大家這樣子作談 有二十二朋友問說要怎麼樣知道現在這種工作 是我所熱愛的並且又能夠對社會有所奉獻嗎 大概這兩個要分兩個角度去回答 就是說你是不是熱愛一個工作 是不是很容易你了解 簡單講就是說你會不會主動的去跟別人分享你真的做的事情 我們知道說就是一個東西你覺得雖不滿意但可接受的時候 那你可能就是別人給你問卷 那種什麼量化量表你可能多拿五顆星 但是如果他問的問題不是你滿不滿意 然後你這個出於這個禮貌哪個五顆星 而是說你會不會願意跟你的親朋好友推薦這一個東西 你不會把比更多人這個揪團來做這件事情或至少了解這件事情 那這個問題就騙不了人 就是如果你這個不是回答到四顆星五顆星的話 那就表示說其實你就覺得這個還好 就是並沒有什麼熱愛他就是一份工作而已 所以基本上就是問自己說你會不會願意說 更多就是你的親朋好友或者是認識你的人 你很願意很主動的去讓他們來更認識這份工作 甚至未來也願意投入這份工作 那如果是的話那這份工作應該就是你所熱愛的 那如果不是的話那就是一份工作而已 那也沒有什麼不好 那第二個就是說對社會有所貢獻 那我覺得這個是沒有辦法在短期之內看出來 有些工作它對社會的貢獻是非常利極的 好比像說我們這個遺檢室、放射室、防疫國家 所有的這些專業的人員們、鑰匙等等 它當然是對社會有貢獻 而且幾乎是可以量化的 但是像稍早有個朋友們問說 那如果我去開一個飲料店啊 我去開一個小的餐廳啊 我去發明一種叫做珍珠奶茶的飲料 這個對社會到底有沒有貢獻呢 可能要很久之後才能夠看得出來 當時這個鼎太鳳第一個就是發明那個小籠包的做法的時候 他可能也沒有想到未來會對國家形象有所貢獻 那所以我覺得只要對社會跟環境沒有壞處、沒有害處 就是不是黑心啊 它就是沒有造成社會跟環境的負擔 你可以說我這個工作我做個十年、做個二十年 我最後不做這個工作的時候 對於這整個就是業界或者是對於整個社會、對於整個地球 我沒有說把它破壞掉 我要讓我的後代子孫更不能享受這個環境 我們登出的時候總是比登入的時候狀況要好啊 只是有永續性啊 那這個時候就算一下子看起來不能夠量化 那至少覺得很心安靡得 那這樣子的話長期看來也是有所貢獻 因為這個是類似一個醫生作則嘛 告訴大家說你不需要去破壞這個未來子孫的社會和環境 你也可以有一份很好的工作 所以我想就是我們叫做first do no harm 就是先求不上身體 對面再講求聊小 就是先求不去上海這個所有環境 那長期此以往 慢慢地它對社會的意義可能就會出現 大概這樣子的偉大 這又是一個自俗特別多的評論 然後我們這個網路又斷掉了 OK Helen想要問說 現今各種創情發展時都會結合電子商務會 好那這其實是好幾個問題 那我們就一個一個來看 一個是說有 我們現在當然我們有自然相關的檢測 那我們也如果去看就是行政院的自動安全處的話 他也有推薦一些能夠去做的就是自然檢測的一些廠商 那或者是說我們並且也會去發布說 特別像說如果你的產業有用到一些裝置像IT片嗎 就是說有聯網的攝影機啊 或其他這種互聯網的裝置的話 我們也現在有一個審查的一個白名單 就是不是只是黑名單說不要用哪一些 有一個白名單說 也這些有通過我們實驗室的檢查 那但是呢其實我們都知道 就算你用的是全部都是白名單上面的產品 然後也所有的資料都沒有放在這個就是比較危險的那些關卡領域裡面等等 那但是事實上這邊講到的是釣魚網站 那這個釣魚網站顯然不會是你企業的一部分 你不會企業裡面有一個網域專門去做釣魚網站 大概不會這樣子 而且說可能有一些網站它假冒成這個你的企業的網址 它可能網址上會改一個字 那或者是說呢它就是裝成好像是能夠讓你登錄的 然後呢就竊取你的帳號密碼 然後呢發你的帳號密碼就是去登錄你其他常用的 像什麼Gmail啊等等一些服務等等 那這些當然都會造成資料外線 可是這些並不是就是你的現有的企業裡面 去找這些資安集合來就能夠完全杜絕了 因為這個是所謂的社交工程 Social engineering 就是每一個人就好像說現在大家都有戴口罩 所以大概流感是不愧在這邊流行的 那但是呢就是如果就是沒有到75%戴口罩的話 那它就可能出現一個破口 那出現破口之後那病毒 我說生物的但是電腦的也一樣 就可以開始很像的一個擴散 所以要怎麼樣的建立好理想說 像一開始我們在疫情一開始的時候就一個就是戴口罩請洗手 然後什麼內外加工大力碗什麼之類 就大概有一些口訣了 就是說知道要怎麼樣的方式 就是做到哪些事情大概就不會就是傳染病毒 不會讓病毒擴散了 那所以我覺得另外一方面就是大家自己的資安素養 就是要保持良好的習慣 那這個也很重要 那我就是最近有在資安匯報上面請資安處就是去想說 有沒有類似就是就是內外加工大力碗這個衝突爆蓋松 什麼之類的這種口訣了 然後大家很容易的去記憶 那他們目前還在就是徵求好像是有一些這個獎金之類的 那但是在他們那個比賽完之前我就先拋磚引玉了 我自己常常跟人分享的是四個扣訣 就是加在一起就是叫做三國無雙 非常的好記 那什麼是三國無雙呢 三就是說你的備份要放在三個不同的地點 比方說你自己收集一下 你自己電腦上面跟你的NAS 你的硬碟或者是你的雲端 那在三個地點裡面至少有一個地點 跟你平常用的地點是在十里就是在不同的空間 這樣子發生什麼問題的時候才不會一次三個備份都消失了 所以這叫三立備員就是三國無雙的三 那我呢就是剛才講到的就是我們如果去用就是我們資安處已經看過的 它是我們國產的或者是開放原始碼的 但是主要我在國內也有廠商來進行維護的等等這些軟體的話 那就比如說在一些就是可能會有自然疑慮的這些政治實體 所開發的這些軟體要來的安全 那無呢就是盡量用瀏覽器的無痕模式 很多人不知道瀏覽器有一個無痕模式 那最近呢這個據說Chrome這個瀏覽器 在未來一兩年之內就會比照無痕模式 就是每一個網站都不能夠去追蹤你在其他網站的活動 這當然非常好 那但是在Chrome完成這個更改之前 用無痕模式等於你可以搶先體驗任何你開的 無痕模式開的網站都不能隨後追蹤你的行為的這件事情 那這件事情為什麼重要呢 因為好比像說如果你下載一個視訊的軟體 你只是為了打一通電話 常常你會忘記把它解除安裝掉 那他說電話會自動更新 所以就算它現在是個可靠的廠商 它未來有任何自然的問題的時候 它來一個自動更新 然後你的電腦不小心就變成它的這個就是木馬 那所以呢如果你當時就說 可是這個視訊軟體明明就可以在瀏覽器裡面用 而且你有開個無痕模式的話 那你把無痕模式一關掉之後 這個視訊軟體呢不管它是W開頭的還是Z開頭的 就沒有辦法再去掌握你的隨後任何的就是蹤跡 而且它也不太可能 至少完全不可能 就是在背景就是去更新程式 然後去就是竊聽或者測度等等 電腦裡的東西 就是有一個瀏覽器的無痕模式 當作我們的setbox 這個就是沙盒的意思 就是它讓這個風險不會超過這個瀏覽器的範圍 這就是三國無雙的五就是無痕模式 那最後就是雙 雙就是雙因素的認證 現在不管是Facebook也好 Google也好 Instagram也好 大家常用的這些 大概都有一個雙因素認證的模式 就是說你可以除了有密碼之外 還需要另外一個 可能在你手機上一個 六位書會只跳的那樣子一個 就是安全碼的一個程式 或至少用簡訊的方式 也就是說不是只有密碼 你記得的東西的一個因素 還有你手上拿著的東西的一個因素 那這兩個因素加起來 那通常就是別人拿到你的密碼之後 他也沒有辦法直接就是 takeover你的帳號 而且他想要takeover你的帳號的時候 你還會收到通知 那這樣子的話 即使是你不小心被調給網站騙到你的密碼 那這樣你想要改密碼的時間是比較長的 不會一下子就被入清掉 所以大概雙因素認證是最容易使用的 我們各位就是去開任何的這些社群網站等等 大概都有一個安全性設定 然後雙因素認證 有些叫做就是多因素 多因素驗證也有可能 反正就是把它打開 那打開之後大概就比較不會被調給網站 切取到 那這些當然可能就只是拋轉引玉了 之後可能在那個競賽還有更多更好的口角會出來 但是目前就是先這樣子跟大家分享 有三個問題 但是因為都很短 所以就可以就是這樣在一起問 平時的休閒娛樂是什麼 最喜歡的書是哪一本 以及影響我最深的人是誰 我平常的休閒娛樂 大概就是在網路上面去擁抱小白 去精神按摩 這個是我的休閒娛樂 就是說在網路上面去看那些 就是正在這個 像剛剛講的 很有創意的運用文字的一些朋友 那不管是對我有一些批評指教啊 還是對我目前正在做的工作 有一些批評指教啊 那我都會確保說 我有一個很有創意的方法 然後能指揮到就是他自己這個 可能還不知道他其實可以做建設性的建築 的這樣子一個方向 那這個時候呢 當然就是把這個氛圍力量變成 共同創造的能量 那我覺得這個是蠻好的 所以這個是我的休閒娛樂 那最喜歡的書是哪一本 我最喜歡的書是好幾本 真的不好意思 但是這些書被我弄成一個核定本 我們幾個朋友把它做了一個 線上的一個字典的網站 叫做蒙典 蒙是萌芽的蒙 那因為我是蒙典這個專案主要的維護者 所以裡面就包含教育部的 從編會詞典的修訂本啊 太語的常用詞的詞典啊 客語的常用詞的詞典啊 然後真的 對就是說如果用萌芽的蒙字典 你用蒙典去找的話 就會找到一系列的非常多的網站 甚至台語的新造詞還專門有一個小組 叫做愛戴義 就是愛台語 那就是讓任何人就是 字典裡面沒有 你還是可以自己來提 說這個我覺得台語現在應該要收錄這個詞 他們說當時這個就是 如果你按台語保健的話 就可以找到說寶可夢 每一個寶可夢都被翻成了台語喔 那甚至是這個金融的一些詞會喔 目前這個有國泰金融的團隊 目前正在發這個區塊鏈 李特幣大數據 深度學習 加速器 虛擬時間跨境電商 去觀光畫 綠品書 公債權證 保本基金啊 什麼通貨工廠三大法人 全部都翻成台語喔 那所以我覺得蠻好的就是 你只要到ipaigi.tw 就可以看到我們萌典現在這個開畫結果 還有各種各樣子 新的這個概念在這邊去去實作喔 那 這很有意思 對 然後 那下一個是說 影響我最深的人是誰喔 我覺得目前為止吧 就是可能是有一個叫做蘇格拉底的 這個學家 那為什麼是他呢 是因為我總有記憶開始喔 呃 我爸每一次跟我討論事情的時候 都會把這個人的名字這個寄出來 這樣 他是一直很自豪 就是他教育我的方式 就叫做蘇格拉底法 蘇格拉底法 蘇格拉底法法 那又稱是產國法 那這個方法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蘇格拉底大家可能知道 就是當時在雅典的市場 就是Agora 就是他們 類似我們夜市啦 就是大家聚集的這個地方 做小生意的地方 然後呢 他聽到任何人在那邊主張任何東西 他都跑去跟他抬道 但是他抬道的方式 不是提出自己的論點 他自己沒有什麼論點 他只是不斷地去問對方問題 一直問到對方自己的論點裡面 自我矛盾的地方出現為止 那所以呢 別人就是很覺得說 他就是來亂了 但是後來就開始說 這個方法很有用 因為他可以提醒大家說 並沒有什麼好像是奉諸四海而皆準的 就是絕對的真 絕對的善 絕對的美這種論點 而是說這些事情 畏不一定不存在 但是是在大家互相交談裡面 在整個社會的情境裡面才存在 不是說一個好像斷言一樣 就是幾個字 就能夠去窮盡絕對的真理等等 所以我小時候隨便有什麼想法 有什麼主張 我爸就會用蘇格拉底的方法 不斷地就是讓我發現說 我這個主張是要在某些情況下適用 我剛剛講的前言不對後語 什麼之類之類 就是後來他就教會我說 這個我想他唯一就是要求我的一件事情 就是不要去服從任何的權威 對於任何的權威 都可以用他當年教我的那個方式 就是去挑戰這個權威的這個權威性 以及他這個權威所講的事情 是不是只有在某些情況下才是真的 所以這也不一定是去挑戰他 這個也可以說是支持他 因為是幫助他知道說 自己本來這個論點的局限性在那邊 所以就是不服從任何權威 包含我爸這個權威 也不要服從 我覺得是對我這個人生影響是蠻大的 就是只要我能夠講出一個道理來 那這樣的話他就是會願意說 一方面肯認索兵講的有道理 但是二方面就說 可是在什麼情況下 索兵都不適用 這樣子 我覺得這是蠻好的一個狀況 有二十個朋友們問說 請教美麗閃電的唐鳳正偉 像英國救難隊那種飛行背包 台灣是不是也可以有 甚至是可不可以開放民眾購買 或者是去應用 這是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那第一個是說 我完全不知道你的講什麼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英國救難隊的飛行背包 跟臉救難隊的背包有什麼不一樣 然後 而且這應該不是管制物品吧 為什麼不能購買呢 對 那 對 那 但是當然 這個講的也許是 就是 jetpack 我如果沒有想錯的話 就是有那個噴射引擎 對不對 對 那個背包 對 那這個 反正 關於民航局的事情 歡迎運用我們的那個沙盒發揮研網 來進行實驗 看一看說 是不是 這個 能夠開放民用航空器 那要是 這個 我是覺得 我們 因為我們是把遙控跟無人機兩個 放在一起 所以當然 飛行背包是載具 它可能不是完全沒有人的 但是 你也可以把它先用遙控的方式 先試試看 那說不定真的可以放在我們的 就是遙控無人機的反規 裡面 它跟那個 就是無人載具的沙盒中間 有一個間接的條款 你可以在 某一個地方 它叫做垂直實證場域 先去實驗個半年 然後看看說 是不是真的有效 或者有用 那如果有用的話 那民航局就 或者經濟部技術處 就不能不來處理 這樣子的一種 新興的一種載具 所以 我是覺得 還不錯 但是因為我自己沒有用過 所以 我是不是覺得說 是不是我們來弄個垂直實證場域 把它 稍微用一下 但是 我剛剛稍微 就是在搜尋器上面查了一下 看起來是非常的酷 真的是 相當酷炫的東西 但是我第一次看到 真謝謝這個 沒有的問題 所以剛剛問我說 怎麼樣學習心智 就是靠這樣子的方式 來學習心智 我會問說 覺得台灣創新的趨勢 跟國外最大的差異性有哪些 當然 就是說國外是一個非常非常大 整個地球 或者是火星也算是國外 對不對 銀河西外也是國外 所以 這個可能很難以外而入 所以這個可能就是在問台灣的特點 我覺得在台灣有一個蠻大的一個特點 就是說 我們在台灣 社會部門的正當性跟經濟部門是差不多的 甚至在很多時候是比經濟部門要來得高的 也就是說 就是做生意不能夠去破壞社會或環境 在我們這邊不一定是靠政府來積查 或者是靠政府來inforce 而是說 只要被這個鄉民一發現說 哪一個經濟部門的朋友 他竟然是破壞了環境或者破壞了社會的價值 那立刻就會被抵制 然後抵制是很厲害 就是抵制誰誰到 那這樣的一個情況 但是呢 反過來講就是表示說 大家很願意去選擇性的去 去支持去購買那些有額外的社會意義 跟環境意義的這些產品 那舉例來說 他比想說我身上這件衣服 他就是用那個咖啡渣跟回收的保特瓶做的 那所以叫做咖啡沙 那他事實上是類似像就是GOTEC那樣子的 就是戶外的那種激冷的 就是很輕但是非常的保暖的這樣子一個衣服 那但是如果只是講他的材質啊 性能啊等等啊 那我們就是一般的了解 但是一旦你發現說 哦原來這個可以減速 這個可以去 讓這個資源更永續 可以去農業上 循環經濟等等等等 在台灣有75%的朋友都發現說 如果他的品質一樣 價錢一樣的話 那超過四分之三的朋友 願意來選這樣子 有社會意義 有社會創新目的的這一切 那這個話數 比吃全世界都是特別高的 那所以我是覺得說 當我們在進行創新的時候 一旦能夠證明說他有社會意義 或環節意義的話 整個社會都來支持他 那如果創新是所謂破壞性創新 就是他破壞了社會的童年 或者是他對環境有這個危險 有犧牲的話 那就算他很創新危險 可以賺大家錢 而且加很多稅 那我們也不支持他 事實上也會去理解他 那所以在台灣這邊 就是社會部門 經濟部門平衡的這種創新 他就可以放出死海 都可以通用 在國外的其他地方 因為你不會 特別犧牲一個部門 去照顧一個部門 犧牲一個價值 去照顧一個價值 所以在我們這邊做出來 這樣子的東西 他同時照顧 我們叫去脫 bottom line 就是三重離線 就是說他既有經濟意義 也有社會意義 也有環境意義 或至少沒有害處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他是比較容易擴散到全世界 這樣子的一個創新模式 好 那因為剛才有說 就是到準點的時候要休息 那我們是不是提到 五分鐘休息一下 然後我們就接下來再回來 這樣好 謝謝 謝謝大家 好 那我們就開始 希望這次網路比較順 我有切換到我的5G網路 那有一些朋友們想要問說 針對一新的世代的朋友 我會怎麼樣推薦來突破自己 以及得到成就 很好一個問題 我想有一個要特別突破的就是 對斜槓的這件事情 我一直覺得說 接下來的一年十年 大概大家都會斜槓 會變成說你很專注的 只做一件事情 或者是甚至就是 埋首六年值研究一件事情 然後會叫單槓 我們會很尊敬這種人 但是單槓會變少數 那我們看OECD的大部分的國家 都已經是這樣子 那也就是說 在台灣這邊 我們之前常常會覺得說 因為他做工作 總是要負擔 要是全時工作 甚至下半天要收斑 才真的叫做工作 那如果他是同時做好幾個斜槓的工作的話 那我們這邊會叫做打零工 那打零工呢 那雖然他其實賺的錢比較多 而且移動力比較高 那但是呢 會變成好像不是很陣痛 然後過年回家的時候 總是會被親戚問等等 那但是呢 這個即使是臨近的 就是也是全時工作 比較為主的日本 現在應該也已經有超過三十年 所以我沒有記錯的話 是堅持的這個狀況 那所以這個怕數是 比我們還要多的 那更不要說歐洲的 一些國家現在他們堅持的怕數 大概都是快要到一半一半 或甚至超過一半的 也就是說我們如果覺得說 如果自己得到成就 擺脫第一心 是每一個人他自己可以做一些事情的話 其實最簡單的就是像剛剛講的 就像tasting menu 那我們以前會有些很不好的講法 什麼起雲招馬什麼的 但是事實上 就是說你的老闆也不一定反對你這樣子做 那我以我自己當作例子 我現在一方面在行政院擔任政務委員 但是我另外一方面在國際上的三個NPO 擔任理事 而且這個是兼職的 而且是合法的 是我們有跟全虛部要一個憾事 那據說原本來公務人員去擔任NPO的兼職 在就是國內就是合法的 但是國外這個以前全虛部說不可以 但是法律裡面說不可以 他是不知道怎麼審核 所以說不可以 後來我們就想出一套方法 所以只要是 我現在是不執心 那但是他也是被引迪為目的 但是重點是院長批准 但是為什麼院長會批准 我跑去紐約 跑去巴塞隆 跑去安穆斯特丹 去擔任這些社創組織的這個領事呢 當然是有實質的目的嘛 因為我們在聯合國以及聯合國周邊的會議 有的時候我用這個行政院政務委員的身份 不一定能夠進得去 可是我換一個身份 變成Radical Exchange的理事 巴塞隆納 Digital Futures Society的理事 變成阿姆斯特丹 康斯坊的一份理事 我就順地成長了進去 而且我進去還是講台灣Can't Help 就是我講的那個內容完全沒有差別 只是說 這個大家會覺得說 這是國際的社創組織這樣 那當然這也不是我發明了 其實一直都有一個叫做 像世泰聯合會嘛 世泰會在聯合國也是非常有發言權 但他們就主張說 雖然我們看到世泰會 都知道是台灣人 但是他們就一直主張 他們叫做世界舞台 世界舞台基金會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當然是因為我們有特殊的國際上邀請 但是也因為今年變成 就是大家都是失去的 尤其我們現在武局以及光纖 都非常有武器 所以就會變成是說 我們在這些國際場合出席的時候 像以前總是還是分成會員 觀察員 什麼之類 那時候去聯合國日內 那時候使用的機器人 大家會覺得很少見 但是今年聯合過大會 所有人都是機器人 所以現在變成是一個很常見的一件事情 所以一個人有很多個身份 不一定對他的本質有所妨礙 說不定是對於他的本質是有加強的這個作用 甚至是有我們叫business development 就是業務破銷這樣子一個作用 所以我覺得就是要敢於老公協商 今天是老公協商 這樣講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要敢於老公協商 像我在加入行政院的時候 除了說我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工作 然後以及就是以資源揭露為目的 就是說我不會給我的工人下命令 當然他們也不能給我下命令 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我工作的一切的紀錄 包含我主持的會議 等等都有公布在網路上 讓大家能夠看到 那看到之後就可以給我很多建議 像我剛剛講到說 電子競技應該是什麼 就是文化技術表演工作者 那也不是我想的 是看到我們的寫草紀錄之後 好像是PTT的LL版還是八卦版的某一位朋友 我想到就是說 就是專業的下面 專業的五樓 所以當你能夠 專業的五樓 就是前四個留言的大概都是 就是帶風向 他沒有看你的貼文 就已經留言了 但到第五個留言的 為什麼很專業 是因為他是第一個能夠滿意的 整個留言 這個文章看完 然後還能夠立刻提出他的見解 表示他對這個領域非常的熟悉 所以這叫專業的五樓 所以通常都是第五個留言的人 他們那個想法是非常的棒 那好比像說剛剛講到幾個文化工作者 表演工作者 或者是說當時說這個 這個電競 但文化部不肯認 然後他就有另外一個專業的五樓 說圍棋 他主張是一種電競 因為圍棋都在網路上面下了 而且電腦也下得別人好了 所以就是符合電競的要解 後來文化部還真的接受了這個講法 所以這些都是非常突破 所以如果你在目前的工作 你可以採取一種叫做 我們叫大神工作 work out loud 開門造句 這樣的一個做法 那麼就算你暫時還沒有寫稿 就是你的老闆還沒有同意你堅持 但是你未來老闆寫上的能力也會越來越強 因為別人都知道你的工作 別人知道你做得到什麼事情 你曾經關注過哪些有共同意義的事情 只要不涉及你的營業秘密 或者是你的公司的專利權等等 那你的工作的過程 你自己要透過你的個人的社交媒體等等來公開 事實上是你的權利 並沒有人能夠阻止你這樣子做 那當然公務員其實不是老公 是叫做什麼特殊權利關係之類的 所以公務員服務法裡面 以及政府資訊公開法裡面 有一些我坦白講覺得很不對的文字 去阻止我們在工作的時候 就是讓社會科技知道我們的工作 所以我當時要呼寫上就是說 那我主持的一切的會議 都是政府資訊公開法裡面說 在擬稿結論就還在想的時候 公開要對公益有必要嗎 我就說我主持的一切公開對公益都有必要 那就不要再問了 那所以就等於是預先要一個空白授權 但是這樣子的好處就是說 不管是我在處理電競的案子 不管是我在處理電競的案子 不管我在處理報酬軟體的案子 或者是像大家可能知道之前 在做過照實名制的案子 我所有在做這些時候 其實民間的朋友跟我是 就是同時在創新 他不是等我全部推出之後 他在那邊罵說好用不好用或者好用 或者甚至說好用 而說在中間他隨時有看不順眼的地方 開門造劇就你請你來 你覺得好用 我們就用你的版本 這樣子的話 其實雖然我有一個本職工作 但是也等於是跟這個 共同創作的社群朋友 是有一個互相聯繫的 在開放式創新的一種關係 所以簡單整理一下 第一個要存著隨時都可能會斜槓 而且你的老闆不一定反對 這樣子的一種開門地位 第二個說即使還沒有到這個程度 也可以用work out loud 就是大聲工作的方式 讓全世界都知道說 你工作的才能、才華、創立一貫性的事情 在哪裡 這第二個 第三個就是說 現在是這個網路的時代 所以其實有很多 就是看到你的這些work out loud 你的作品機等等 這些朋友 想要跟你一起工作的 不一定是在你的周圍 根本是在世界的其他的地方 只要是就是 能夠克服那個時區的問題 比方說我現在都一大早醒來 就跟北美男們一起工作 然後當晚睡前都是跟非洲、歐洲一起工作 因為這樣子時區才對嘛 只要你克服時區的問題 那基本上全世界都可以是你的這個寫葬的新的夥伴 那這個我想就是 確保說你能夠善用網路 然後用網路去一起進行創作 而不是只是就是 就是我們叫做什麼 就是consuming media 就是只是滑手機看一些 就是被動地看一些資訊 而是可以主動地每天都能夠產出一些資訊 做出一些分享、心得等等 那這樣子的話 就不是只有你自己得到成就 而是跟你一起分享的朋友們 都可以一起得到成就 有十九位朋友問說 中年已滿將近了老年 孩子就學那父母代步 薪水停滯不淺 儲蓄又因為投資而失利 這樣子的人生未來有怎麼樣子的氣息 可以來改變 那但是就是因為我不知道 就是你對什麼有興趣 以及你之前的作品是什麼 或之類的 如果你現在問這個問題 然後就像我剛剛講那個大神工作 附上你的portfolio 就是你之前有曾經參與過創作 或是規劃的這些partuit 那我看了之後或許還可以有一些想法 那但是我目前因為只看這幾個字 完全沒有辦法倒過來推算出來 所以就是你對哪些部分有興趣 或者是你之前有做過哪些創作 那所以這個有什麼樣子的氣息改變呢 我目前唯一能夠講的就是說 要保持睡眠充足 睡醒了之後 睡醒了之後應該就會有一些創意的想法 那如果這樣子的情況 這個睡眠充足的話 慢慢就可以轉念了 就會有一些比較 就是能夠面對接受處理 那可能還沒有到方向 面對接受處理這樣的一個過程 那但是如果睡不夠的話 其實就是我們剛剛講到 從面對到接受 就是從短期記憶到長期記憶的這一條線 如果沒有睡覺的話 它是連寫入長期記憶 就是你白天可能覺得接受了 但是因為睡得多 醒來又發現難以接受啊 這樣子的情況就一再發生 所以就是說 確保良好睡眠品質 可能是我在 就是沒有看到你的作品記憶之前 唯一能夠給你的一個建議 那有識者們問說 這比較長的問題 現金國營事業與政府機構 仍然存在人力開遣問題 在同盟部長同仇的情況下 年輕人開遣工 由於時間長期被綁定 無法有多餘時間進修 或者創新他的請問 那證明如何改善目前勞動派遣的問題 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確實就是說 我們之前就是派遣協限約聘庫 原行政總處有做一些函事 那在做這些函事之後 我們也了解到說 事實上它的業務量並沒有因為這樣子降低 然後又因為公共行政替代已退場 所以可能因為這樣子的關係還升高 這都是實際存在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之前其實有做過很多 就是對於機關數位轉型的一個調查 那在今年當然大家數位轉型最大的動力 都是因為疫情 但是在去年以前大家數位轉型很大的一個動力 就是來自於T9E的退場 那怎麼講呢 就是說因為本來實在是太萬能了 所以就會變成是說 一些就是讓這些同仁沒有時間進修 或創新發展爆竿的這個情況下去處理一些 其實本來應該是有電腦來處理的事情 我舉例好比像說 像我之前有參加過一個協調的案子 是我們的司法院跟我們的法務部 就是院檢之間 就是法官跟檢察官之間 那他們呢 有所謂的券證交換 尤其刑事券證上是非常厚一點 那其實呢 這邊從警察這邊拿來的 其實大部分都已經是問自打 它根本就是電子的 但是呢 因為只有指冷交換 讓他們覺得心安 所以他們就是必須要把電子檢印出來之後 把指冷這個送到院方的院去 院方呢 其實他們都是電子的聖約 所以他們就必須掃瞄 就必須把它掃瞄起來 掃瞄起來之後 有時候能開庭還有新的試證啊等等啊 這邊剛送過去的呢 一個話再把它借回來 把新寫上去的這些東西再掃回來一次 所以一個卷言說要掃三次 但是這三個本來吸印的這個全部都是電子的啊 所以這個就是說除了就是就是替代以針的 就是很好用之外 其實沒有任何別的理由去解釋這件事情 那所以當時他們還說這個要不要請增一筆預算 去賣高速掃瞄機啊 然後就被我看到 然後我就說這樣好像不太對 所以我們就開了一個協調會議 然後後來發現其實是說 因為其實我們有電子檢查法 我們根本所有相關的法令都不缺 他們只是需要有一個人出來講說 那你們就先示範好像一個沙盒嘛 當時應該是總行北沒有記錯的話 就是某個地方先示範 那示範之後慢慢從地方法院到二省啊 一直到最後法院 現在是都已經完成全電子化的交換 而且這裡有很多好處 比如說律師未來在釣約卷宗的時候 也可以透過網路方法釣約等等 但是我們當時呢就是需要有一個人出來說 那你就小規模的區域示範嘛 如果中間如果亂掉了 如果發生什麼資安危機的話呢 那我服全部罪准責任 那這個也就是我啦 那所以就是說 只要有人願意出來說 來你們小朋友示範一下 有事情我負責 那其實大部分的事務官 其實看來我本來就有很多創新的做法 他只是就是沒有辦法去採線 沒有辦法去 我明明是司法院的人要求 把我用我的方法做 翻過來也是一樣 那所以就會變成是有非常多的事情是 就是讓不管是替代以後來退廠之後 約聘派遣等等這些朋友去做 其實就是讓人覺得就是公市場 而且實際上是可以透過職務流程再設立 像剛剛那個就是一個旨在的好例子嘛 就是如果你一開始就是用電子交換 那需要電子月券 那真的需要列印的說在列印 但是是以電子交換為正本 列印為副本 其實是稍微改一下這個規定 那其實所有人都可以少做很多 就是非常沒有意義的這些事情 所以就是說 數位轉型因為不是單一一個機關的事情 而是說我們就是在一個一個這樣子的案例裡面 去看到說讓大家長時間被綁定的事情 到底是哪些 然後再透過就是跨部門的協調 以及最後還是要有人出來說 如果報紮我負責的這樣子一個方式 然後去一個一個去調整這個 這樣子的話 其實才真的能夠從根本改變這個問題 不然的話最後就是工作量 就是因為每個機關都很多新的業務 連續交換業務 各種各樣的業務 那這些業務只會加碼 它不會減 那你要怎麼減 就是去確保說這個業務在執行的時候 一開始就不需要人力 那它可能是自動化的系統 可能是一搜集就公開 等等這些做法 那這些做法其實 現在就是我們透過像開放政府的這個 就是國家行動方案在推動大家 能夠去重新堅持自己的工作 就是說有些事情真的比較適合民間的 社會創新的工作者做 像口罩地圖等等 我們就不要讓同仁在那邊一直登打 我們就全部把資料公開 然後讓民間來分析就好了 大概我覺得這個還是智能的方法了 但是在目前這個情況下 確實如果你看到工作量太多的話 還是比較快的方式還是去 總統美黑客送去許願池提一個案子 我們常常在總統美黑客送裡面看到 都是所謂社會部門提的案子 那那是就是所謂的民間社群啊 環團啊等等這些提的案子 但是我一看到那個案子的那個文筆啊 不是標開題啦 就是寫字的方法 就知道其實是我們公務同仁寫的 而且可能是基層的公務同仁 那基本上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例子 因為他在總統美黑客送可以親朋家去 那如果去到最後做出來的東西 沒有解決到他的問題 他可以說我只是配合民間的提案啊 但是如果最後出來真的解決他的問題的話 那他的生涯就改變了 而且他可以改變的是說 那當然是我所提出來的 所以類似我們黑客送這樣子的做法 我覺得未來也是在就是智慧治理上面 我覺得是一件蠻重要的一個事情 就是在讓大家就是不用承受 全部的風險的情況下 能夠提一些創新的一些案子出來 這問題就更長了 有時候我們想要知道說 想詢問關於質疑的部分 從近期執上質疑的趨勢 進來慢慢走向 非單一時的跨年域 以及培養多人等理 事物已經成為某種必然可以理解 多人質疑的多人身體已經成為一種趨勢 但是它會陷入比別人弱 很多自覺不足 在跨年域時遇到巨大壓力與作者 來講求另外一個人的事 對於跨年域發展多人質疑這個部分 是否有給年輕工作者的建議 再謝謝您了 當然客氣當禮貌的一個問題 那我覺得這裡 可能有一個比較重要的 就是說比別人弱很多 你在更跨入一個新的領域的時候 你一定比那個領域的人弱很多 這個是一定的 而且一定要習慣 就是我們在網路上面 常常會發現說 其實你最容易得到別人 給你一些批評指教 然後分享有價值的資訊的方法 是這個叫做康念函領域 康念函領域 康念函領域就是發明VT的那個人 他是說在網路上面 你誠心誠意地問一個問題 不一定會得到人家的答案 但是呢 你弱弱地拋出一個錯的答案的時候 所有的專家都會跳出來糾正你 所以這個是真的 這個絕對是這樣子 所以就是你提一個問題沒有很理解 你趕快切換一個帳號 就是亂入 然後提一個顯然就是錯的答案 那所有的專家都都跳出來 所以簡單來講 就是說 不要怕被 就是我們在台灣這邊 叫打臉 我一直覺得說 這個沒有什麼道理 就是說因為事實上 你隔著眼睛根本打不到臉 所以你在臉書上面說打臉 事實上到最後都是打輸啊 不是真的打臉啊 都是一些字而已啊 那在這個時候其實 最重要的還是不要有那個面子問題 就是如果有人跳出來說 你這個做法不行啊 是怎麼這樣才對 那你當然就感謝他啊 然後說 那你有沒有二歪的什麼 別的參考文獻啊 或者是說 會不會這個再多幾個問題啊 之類之類 那對方當然不覺得說 這個這樣才是尊重專業嘛等等 那所以就會免費給你一些資訊 所以簡單來講 就是說你面臨到的巨大壓力的錯質感 很大一部分是對自己的 好像是說我們必能造劇 碰到一個狀況好像你要自己解決 但是事實上大部分跨領域的問題 都沒有一個標準的答案 如果有標準的答案 那個就是對自己的領域了 當然也是跨領域的時候 本來就是每一個領域 會用不同的角度來看一件事情 那所以這個時候最重要的本領 不是你去掌握哪一種領域的領域知識 那個都是要花幾百個小時的 而且你要保持這個沒有面子問題的 這樣子一個態度 就是扣著臉皮 這個亂入對方的社群的這樣子一個態度 然後對方覺得怎麼是來鬧的 明明就不是這樣子 那就虛心地去跟他學習 那這樣子一回聲二回收 慢慢他就會覺得說 好啦這個就是 既然什麼誠心誠意地問了 結果什麼大哈慈悲的 就是大哈慈悲的 之類 慢慢地就會變成這個 是至少願意說 那你也是我們這個社群的一份子 雖然看起來還是有點擺 但是也不會排斥跟你相處 那所以我覺得最主要的排斥是說 不要去跟別人比 那如果你腦裡面還是有跟別人比的這種態度的話 那可能就是拒絕的說 我比別人弱是正常的 那而且你要運用這個弱的一個方式 這個道德經說 柔弱甚剛強 要用什麼方式呢 就是你要一直保持很謙虛嗎 然後就是 那我就是很弱啊 我就弱這樣 那就是希望大家能夠給你批評指教 那大家有各種批評指教 真的還綜合成一個共同價值 有共同的價值 那其實大家就會覺得說 你雖然能夠 但是至少願意對這個 就是社群有所貢獻 那這樣的話 你的壓力跟挫折感 也無形其中 就被所有的這些一起 就是 起哄的這些朋友們分擔了 那這樣的話才會有樂趣 我一直覺得說 就算你有跨領域的熱情 熱情沒有辦法維持很長的時間 那但是如果是有樂趣 就是在這邊跟人互動啊 相處 這也是一些有趣的事情的話 那這個反而是可以持續一段很長的時間 所以就是不用害怕 這個比別人弱這件事情 相反的 可能你跨越多領域 斜越多幹 那就是一直保持在一個 剛入門初心者 那樣子的一個狀態 那如果能夠習慣這個狀態 習慣跟這種挫折、迷惑等等 相處以及每天都有水溝的話 那這樣子 那慢慢你就會變成一個 跨越領域的達人 好 有18位朋友們問說 面對中共對台的各種滲透等等資訊戰 目前台灣政府已經做了哪些對策 還有哪些可以再加強的部分 以及如何增進人民的認知 這就是非常好的問題 我想最重要的還是 就是讓大家知道說 有這件事情 就是他們叫做認知空間作戰 那今天因為就是沒有辦法修的簡報 不然我有一整個簡報講這些事情 那我們大概做的事情 就是去確保說 大家在看到 好比像說在之前全局的時候 我們有一些就是資訊戰 那好比像說 因為我現在沒有辦法同意我這種講的 在我們事實查核中心 就是一個民間的獨立這個機構 它有好幾個查核報告 它第204個報告是 有說網站的文章指稱 上銀號 香港暴徒的酬勞曝光 殺警察最高給2000萬 下銀號 那這個就是一個資訊戰 就是他們是想辦法讓當時 就是在香港戰中的這些朋友 把它變成好像暴徒一樣的這樣子 那事實上他們有用路透社的一個照片 但是路透社那個照片 其實本來底下的圖書只是說 也有一些期間 有一名抗議送中調理的少年示威者 要求香港進行民主的政治改革 它是一個非常忠心的這樣的感受 但是當時我們就發現說 在台灣的網路上面瘋傳的是說 什麼三萬塊 這是一個十三歲小暴徒 參加幾次暴亂活動獲得的酬勞 這些錢幫助他換了新款的iPhone手機 遊戲機還有名牌運動鞋 完全這種言之早上 但是當然不是真的 所以我們當時的做法 不是說去要求他下架 因為下架他可能把這個 不知道這個iPhone換成這個 什麼華為再來一次 或者是十三歲小暴徒換十二歲 再來一次 這個都是有可能的 就是說你下架是抓不完的 所以我們當時的做法是說 我們叫做Notice and Public Notice 就是說我們是讓大家在分享 在Facebook或其他地方 分享這張圖片跟它錯誤的圖說的時候 不管是透過像趨勢科技的防炸達人 這個也推薦大家可以安裝 或者是透過像Line to Day 上面有一個品要的一個專區 或者是說像有台灣視察的中心 Michael Penn等等這些都有 他們自己的一些網站 或者是像剛剛講的Facebook本身 本來分享的時候 他都會跳出一個市場的報告說 這個前面在你分享之前 我想跟你講一下 這個所謂什麼十三歲小暴徒 這個收了三萬 買了iPhone運動訊 這個訊息不是當時的路透社的訊息 而是一個叫做強安建的一個微博帳號 那這個微博帳號就是 中共的中央政法委員會 這個政治法律委員會 也就是他們的官方帳號 這個官方帳號就是挪用了路透社的一張照片 加上了完全錯誤的這樣一個圖說 然後呢 而且很奇怪的是 在香港並沒有推送這個 反而是在台灣推送這個訊息 他們知道說 這是我們當時選舉的一個重要議題 所以我們就在一方面沒有事件審查 就是沒有說把人下架的這個狀況 但是二方面又增進大家 對實際上有認識空間作戰 這件事情的認識的情況下 去盡可能讓大家知道說 現在每個人都可以參與 變成我們的事實場和社群的一部分 所以這邊換說還有哪些可以再加強的部分 兩個 一個是說我們現在雖然在新客綱裡面有 就是媒體素養 不是像以前媒體適度只是看這個報道 媒體素養是 我們了解到現在的國眾生 甚至國小群生 可能Instagram上面的最動作比我還多 就是他們本身都是媒體嘛 那這樣的情況下 他們也要受媒體素養的這方面的降雨 讓他們知道說 你每個人都是報道者 但做了一個報道者 你必須要知道說 怎麼樣檢查你的事實的來源 怎麼樣做平衡啊 什麼叫做匡定的效應啊等等 那這部分當然是可以再加強的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 中生教育的部分嘛 因為現在確實很多這種媒體素養相關的這些 教材等等 還沒有完全的再提化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 接下來可以跟很多 包含做中生教育啊 社區大學啊 甚至像之前好像有聽到這個 可能紅刀基金會啊等等 就是專門做長者啊等等 因為其實很多長者 他也不是很想整天都在LINE群組裡面 被自己的兒孫糾正嘛 他也很想當糾纏隊啊對不對 就不是說 好像都是他這個悟性人員啊 他自己知道一些事實查證的方式 說不定去加了那個防詐達人當朋友的話 他的這個兒孫受到詐騙 他也可以跳出來警告他 那這樣在家族裡面的地位就提高了 那所以問題是不是說 這個我們不是看人實際的年齡 也是看他網路的年齡嘛 現在很多十三四歲的朋友 他可能加入網路已經十年了 那現在很多可能六七十歲的朋友 他可能降落後還不到十年嘛 那所以我們就聞到有前後嘛 所以當然是說 應該是說這些網靈十年以上的朋友 來帶領我們這些網靈不到十年的朋友 然後慢慢了解到說 在網路上面怎麼樣去進行查證 那這個我覺得是跨時代的一個工作了 那這個也是接下來 大家都可以來幫忙一起做的事情 有十七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對於現在被歸類為冷科系 例如像國文系 能不能夠有什麼求職發展上面的建議 尤其畢業之後真的是教職難去 是一位大學生 那這個問題問我就錯了 因為我從來沒有練過大學 而且我連高中都沒有練過 所以我其實不是很知道說分系分校 這個完全不在我的腦裡 但是我之前在蘋果 大家可能知道 我跟蘋果一起工作六年 那我做的主要是Siri的一個工作 我在加入蘋果的團隊 2010年的時候 Siri只會講英語跟一點點西班牙語 那到我離開的時候 Siri已經會講非常多種語言了 那我們就發現說 在Siri那個團隊裡面 其實我們就是招聘人的時候 其實就是以詩人為主 那就是不是說全部都是詩人 但是就算是像我是工程師 或者是設計師 PM等等 都有一些有溫馴的能力 因為其實Siri做的事情就是 他只有你的很短的可能幾秒鐘的注意力 但是有一個很複雜的狀況 他要能夠在很短的時間裡面 讓你的注意力集中到正確的事情上 而且他還要就是應付你各種各樣的追問 包括講台講笑話什麼之類的 都必須能夠應付的過來 那這個就不是單純的翻譯有做的到的 單純的翻譯的話 在一個文化裡好像 在一個文化不好像 在一個文化裡面是這種講法 在另外一個文化裡面是另外一種講法 所以我想文學的工作 尤其是詩學 就是你要怎麼樣在很短的空間裡面 用押韻等等的那種方式 然後在國際上來分享我們的台灣防疫模式 就是說Fast Fair Fun 或者是Humor Over Rumor 這些都是用那種詩 寫詩的那種能力 所以我覺得不一定是教人的那種教職 當然教人的教職是非常棒 但是也可以考慮像我剛剛提到這種 教機器人的那種教職 那個也非常棒 就是教Siri怎麼樣 變成一個比較會講俏皮話 又不會叫罪人 這樣子一個人工智慧 現在也是很缺這樣子的 就是寶可夢訓練師 這樣子的一種職業 又或者像剛才講的 就是說你也可以運用這樣子的能力 去告訴其他人就是你的觀點嘛 就是做了一些文案的這些工作 那這些工作其實在未來 城市設計師大部分的這種工程的部分 就是寫代碼的這個部分 寫城市碼的部分 慢慢都會被AI所取代 但是就是跟實際來使用的人去進行討論 然後用很簡短的語言 讓對方能夠知道說這個系統是做什麼的 然後能夠更進一步的互動 這種人機互動的能力 在未來會越來越重要 那很可能就是城市設計 大部分是跟人相處的部分的設計 要跟機器相處的設計 慢慢就已經不是城市設計的重點了 那所以這部分也是可以考慮的 因為我們城市設計的一個前輩 這個Dichester Bajaster 說過說一個人稱是寫得多好 完全取決於他的母語的運用能力多好 那所以這個也是可以考慮 因為寫城市大部分時候 現在已經不是寫給機器看 而是寫給上千位 這個跟你做同樣的城市開發的這些社群女朋友看 所以文字能力也好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有很多質疑還可以做的 那但是教職就是我真的不是很了解 所以我就跳過了 有十六問問問說 欸 像秋風老師 第一次去接面試的時候 有什麼方法可以讓面試官快速認識自己啊 讓面試官能夠多一點印象在自己身上 我自己之前當過很多次HR 就是面試官 那對我最印象深刻的幾個Candidate 大概都是說 他一來就問我說 欸 這個我常用的城市開發工具 或者是我常用的APP 或者是我常用的在買一買部分是什麼 然後我就會很誠實地說 我用什麼東西 然後他就會說 欸 那個我寫的 對不對 對 那就像剛剛這個我說 欸 我之前有個作品 是一部字典叫做蒙殿 欸 結果有一些朋友在點頭 表示說可能各位之前已經用過 我寫的蒙殿的這個作品 或者是說 講 我知道是明治 或者是講有沒有人的報復問題 哪用到爆炸等等 就是說我隨便講幾個 就是我們在行政院裡面 跟民間一起做的作品 我講個四五個 就是對聽的人來講 他至少用過其中一個 那他一旦你聽過 不一定用過 聽過其中一個 那其實你跟他之間的話題 就非常好聊 因為他有 以他自己的角度 來看過你的作品的這個經驗嘛 那就算他用過的 不是你的作品 而是你的作品的競爭者的作品 那也是比較像 就是大家可以好聊這個經驗 因為大部分的面試 如果不能夠最後變成雙向面試的話 那其實面試管是對你 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因為單向的面試 他就是問你對一樣的問題 但是如果對方 就做一個作品 你有用過 而且或者是你用過 跟這個作品 類似的作品 那就變成一個雙向面試了 對方就可以 那個來求職的 就可以或者說 那你用過我的作品 有沒有什麼 覺得我做得不好的地方 可以改進的地方 你用過我的競爭者的作品 我覺得他那部分有問題 那你用的時候 有沒有覺得有類似的問題 等等 馬上這些雙方 就變一個對的 而且是一個共同創作的過程 那所以你也可以看到 面試管 如果未來會變成你的同事的話 他是用什麼角度來看 你的這個工作 那從面試管的角度來看 那我也可以問很多 很深入的問題 因為我就立刻就知道 你創造這些東西的思路是什麼 所以不管是製造業 或者是服務業 或者是其他的各種不同的業別 應該都有一些過副理 那你如果之前有 剛剛講大神工作的習慣 那就比較有可能 那一個真的在某個 這個YouTuber 或者是某個Podcast裡面 有聽過你的工作 那要是還沒有這個習慣 現在養成真的習慣 也不遲 大概是這樣子的建議 有18人朋友們想要問這個問題 說不是來自台北南漂的平面設計師 因為在台北待了太多年了 所以搬來高雄體驗生活 來高雄兩位覺得高雄是一個很美的地方 是一個發展有無限可能的地方 想請問政務委員 你認為年輕人持續你北漂 不願意回流的主因是什麼 以及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我覺得一部分原因就是因為網路還沒有真的取代馬路 如果網路真的完全取代馬路的話 那理論上你在哪裡都沒有什麼療養 那就會變成是生活比較有滋味 以及東西比較好吃的地方會贏 那這樣的話絕對不是台北 好 就是天氣也好或者食物也好 台北都是實在不怎麼樣 但是應該是非常不怎麼樣 應該是最不怎麼樣 那為什麼大家還在台北去人受那個天氣可能是我 就是因為說 當然就是網路並沒有完全取代馬路 但是今年確實就是疫情真的是數位轉型最大的一個推售 我們可以看到說在很多時候我們見面以前都是說見面三分清 但是後來發現說現在視訊才是三分清 見面因為在口罩只剩兩分清 所以很多就是不習慣視訊的 就算是這種傳統的製造業的這些企業主 現在也發現說我用遠距去巡視工廠什麼 我只要試一次就會發現說其實還不錯 沒有我想像那麼困難 沒有我想像話值那麼差 那所以我覺得這一點真的是蠻壯大 那如果尤其你在做的是設計的 或者是像剛剛講軟體工廠等等 相關這些工作的話 現在絕大部分的大公司 像這兩天微軟才全部 他們是全員全部都允許上班 那所以這樣子的意思就是說 你在哪裡工作就變成不是重點 只有你的作息 只有你的時序是重點 那時序也是可以調整的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說 當越來越多的工作機會變成是可以 是以網路為主然後實體見面為福 不是完全取代 但是是有點像是很多個衛星辦公室 這樣子的一個感覺 那這樣子的話我覺得高雄也好 就是其他天氣跟食物比台北好的 也就是台灣所有其他不是台北的地方 我覺得都有很多很多的機會 但是只要網路還沒有取代馬路的那些工作上面 那確實他當然是有局局效應的 那所以因為這位是平面設計師 那我覺得平面設計師 目前就是以遠端工作來講 是比較可行的一個工作的一個項目 那未來我覺得只會越來越好 那尤其像是以前平面設計跟其他的 就是當年這個設計提案要跟實體的那個活動去結合 所以有時候還是你得唱刊什麼之類的 那但是現在我們像我最近常常用那個XR Space 它是一個5G的一個VR的顯示器 其實是第一個完全不用控制器 用手就可以操作 而且很輕 所以我可以待個三四個小時 那它內建一個攝影機 所以它可以把你在的地方就這樣拍起來 拍起來或者是把你自己也可以建模 那之後我帶上去之後 我就還是看得到各位 但是這些空的椅子就開始冒出別的地方的人 也就是一個陰陽眼的這樣一個情況 那如果大家都習慣這種陰陽眼的工作環境的話 我明天那個因為我們的那個辦公室的同仁 在我完全沒有問過我的情況下 就去報名那個就是考試院全序部的 什麼什麼全國卓越公務員團隊什麼東西的那個 所以他們就要來訪查 那所以訪查當然理論上我得在嘛 那但是他們就要獲利展示 所以就要請考試院的兩位委員都帶上XR Space 然後他帶上之後 我們就各種不同的工作空間 就是我在仁愛路的 在行政院的 我自己又在別的地方的 那時候就是沒有想到我可能可以在高雄待一天 但是因為這時候我不管在哪裡 像上一次有XR Space在套越 不管在哪裡 大家待上之後 就進入同一個這個陰陽眼的這個狀況 然後大家就會在同一個環境裡面可以工作 那所以我覺得 所以是未來XR技術要有古蹟 而且尤其它內建5G 所以以前你只能用光線網路 然後配上Wi-Fi 那但現在有了5G之後 甚至是你覺得你在山上比較有靈感 你在海邊比較有靈感都沒有關係 比較有5G的受訓 大概都可以即時的達到第一眼尺 就是你點頭對方就看到你點頭的那樣子一個狀況 那有這樣子的狀況的話 其實平面設計的工作到哪裡都可以做 所以我是覺得還蠻樂觀的 那如果你是這個工作 那其他的可能別的就是比較需要人際互動等等 工作也不用覺得說好像都免指望 連那個手術大文西 醫生都可以在院去開到的 那其實都是隨著時間過去 所以如果越來越多的事情 可以用網路來取代 馬路來處理 有二十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美麗閃電 我想怎麼講 方方正偉 對於文字閱讀障礙者 或閱讀文字很慢的人 會怎麼樣建議來幫助解決閱讀的困難 如果這個文本還沒有電子本 或者是聲音本的前提底下 感謝 那想對我來講 其實我如果只有紙本的話 大家可能之前有看過 我就是會用那個材質器把它裝定在那邊採掉 採掉之後 就送到那個快速掃描器裡面 那就是本來發物要買的那個機器裡面 然後當然後來不用有那麼直接電子交換 然後它就可以快速進去 進去之後 它會用文字辨識 現在文字辨識其實都蠻準確的 尤其如果是印刷品的話 那它就會變成電子檔 那有了電子檔之後 你就可以發音 你就可以換不同的字型 你就可以換不同的字體 然後你也可以用全文間鎖 那對我來講 那個才比較是閱讀啦 那我自己一向閱讀 都是這樣子的一個習慣 對,對紙完全沒有留戀 完全沒有感情 就是很多人會覺得說 我在閱讀的時候 還是要畫個線啊 做個筆記啊 我就說我都有啊 這支筆都可以做 所以重點是這支筆嘛 重點不是指嘛 對,那所以 只要是用一支筆 那我就可以閱讀 而且我閱讀的時候 是在腦裡通常不會發出聲音 那所以這個也是很多朋友 就是尤其有Dyslexia的朋友 就是他在腦裡面 他看到字裡發出聲音 會有一段距離 那有時候你可以用 專門的字型來解決 那另外的做法 可能也是說 那你把每一個字旁邊 配上一些比較相應的圖片 那現在也有以前AI的演算法 可以自動就是 去看這一段 它主要的重點是什麼 然後找出圖片 那有點像是 現在大家如果在Instagram 或Facebook貼文的話 你貼一張圖片 它會自動把那個圖片 做文字摘搖 所以有點這個東西的 反過來的這個基礎 現在慢慢都有 這種輔助式的技術開始出現 那大概都是 讓你如果一次看大量的字 有困難的話 它可以自動生成類似繪本 這樣的東西 讓你一次專注的字沒有那麼多 而且在哪裡也不用 就是快速的圖合成聲音啊等等 那但是有一些朋友們 可能最簡單的還是 像我剛才把問題念出來那樣 它其實只要把它掃描進來之後 就是直接放到語音合成器裡面 其實就可以想和我了解了 那這個也是相當便宜的一種方式 所以大概現在有很多種方法 因為我不是很確定 你是哪一種閱讀障礙 所以沒有辦法說一定哪一種輔具是輪 但是我想如果沒有輸電子本的話 我們剛剛講的就是自吹 吹就是一個裹一個欠 好像自己吹飯那種自吹的技術 現在是很成熟的 而且只要你把它拋到網路上面 你也沒有違反著作權法 你只是轉變一個格式 讓自己能夠去閱讀而已 所以這個還是就是 如果能夠掌握這個做法的話 我想對於純質等的就是閱讀 就不會造成那麼大的障礙 當然福利抽選方法還是要想辦法 就是什麼東西都有電子數 但是這個並沒有那麼容易 這個可能要等未來可能三四年後 就是等那個科腦試電子 就是更進一步更成熟 那時候如果這個顯示技術成熟的話 它就會變成像現在有什麼 膽固醇液精 什麼有幾種技術 可能某一種會成熟 那就變成我們家裡就只有一本書了以後 那本書還是感覺上跟紙一樣 你可以翻可以折可以怎麼樣 那也可以在上面直接畫線 但是你只要按一個鍵 就像哈利波特的那個報紙一樣 它就可以變成螢幕 然後也可以播放動畫 所以你只要按一個鍵 這本書就可以完全變成另外一本書 那本書就只需要有一本書 那本書可以顯示各種各樣的書 那可能要等到未來這樣子的技術 更成熟之後 那才會變成是所有的出版者 都會以電子書為前提 那現在還是資本書跟電子書 還是有一點點分流這個情況 所以還是目前的資稅也比較快 有十二個門問書 國際化的社會講求是國際的競爭力 國家想在國際上有一定的地位 需要各方面的奴隸 那麼對於一個年輕人或社會的新鮮人來說 要朝什麼方向奴隸 才有資格擁有稱得上入門票的一個資格 非常好的問題 簡單來講大概有三個方向 那這三個方向也是我們十二年國教 課程的核心素養 就是自發互動共好 簡稱自動好 那這三個素養大概可以這樣解釋 自發就是說 你碰到一個問題的時候 不要等標準答案 可能你要了解到沒有標準答案 那任何答案都要你自己想辦法去解決問題 然後才能找到同意的角度看 你自己的那個答案 就是自發 那互動就是說 在這個過程裡面 不怕去接觸到不同領域 不同的文化 甚至是完全不同國家的朋友們 那就算像剛剛有這個一個問題說 感覺自己很弱 對方很強 那沒有問題 那就是透過互動的方式 直到說 那你至少有你自己的個人經驗 這是對方所無可取代的 所以你只要願意分享你的個人經驗 那就算對方很強 跟你也有能夠互相學習之處 那就是互動的素養 那第三個就是所謂的共好 就是說 不是把對方把彼此當作工具 而是說 我有我的價值 你有一點價值 那就像剛剛講的 板塊狂撞低陣之後 預算升高 我們可以找到一些共同的價值 那這些共同價值 在世界上 當然像剛剛講的永續啊 就是我們離開世界的時候 應該比我們來這個世界的時候 留下一度長好的環境啊 那他都不會有人反對 所以就是想辦法了解永續發展目標 然後把你碰到的人的價值 都歸結到永續發展目標的17個價值裡面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能夠撐得上門票 因為現在全世界不管正在做什麼樣的工作 所謂對於這個世界好 或者是在國際上有地位 很多都是直接用這17項 永續發展目標來進行衡量 好比像說 明年開始一定資本而已 像在上市會公司 就不能完全用自己想的方法去寫那種CSR 就是企業社會責任或這樣的報告 都必須要用永續發展目標 就是類似像GRI準則啊 這樣的方式去交代說 他對國際的這17項 全人類都在一起解決的問題 到底有沒有貢獻 還是其實造成了一些問題呢等等 那所以就是先去了解永續發展目標 那用那個來定義所謂的公號 然後透過互動的方式達到公號 然後了解到說 連任何時候你自發比起等代表準答案來講都好 那自發路的方式這三個 大概平常練習到比較熟練 開任何事情都會說 好啊 那我來找我有什麼可以貢獻的角度 才能夠達到我們的目標 那這樣子呢 就有撐得上入門票的這樣一個資格 那不只是我們國民教育是這樣子 來架構的 我想中生學習啊 這個我們的高教啊 現在都是在那個 世信陽才的這個共同目標底下 大概都是以這三個就是核心的素養 來做為我們教育的新的這個準則 有數位朋友們問說 請問如果在工作裡面置入 待人跟待人的這個哲學 讓不同層級可以容易接受容易了解 我這名人的做法不一樣 是沒有放出自然而接受的做法 我就只分享我的做法 我在這份工作其實是比較特別的 是因為我的同事大概一半是常人文官 就是從十幾個不同的部會自願借掉過來 但是他們來之後是用他們的那個角度 在看我們在做的工作 唯一要求他們的就是大實的工作 就是不怕人知道 怕人不知道啊 就是本來他們的這個 做事的方法可能只有他們不會知道 但是來過這邊之後就是全民都知道了 那另外一半呢 就是一些社會運動者啦 當年一起佔領立法院的朋友啊 或者是就是能夠有促進就是 民間的社群 他可能倡議了很久 但是其實他倡議的那個版本 跟我們公部門看到的東西其實完全不一樣 所以就是有那種把大家的就是 不同的焦點對焦去做主持工作啊 去做引導工作啊等等這些朋友 所以就剛好一半一半的這樣一個組成 所以在我的這個工作的哲學裡面簡單來講 就是說任何一個人在加入我們這個team的時候 或是有兩個要求 那一個是剛剛有講的嘛 就是說願意大成工作 不是只是來這邊學 對你自己有幫助的東西 你自己在你的部會 或者你本來的社群裡面學到的 你也必須要至少一樣的也願意分享出來 就是就是give and take 至少是這個平均的 那第二個就是說 你必須要有一個自己的獨特的一個角度 就剛剛講到自發的部分 那這也就是為什麼每個部會 我只用一個人在我的這個辦公室裡面 雖然舉說外交部已經有十個人以上在排隊 想要加入我們辦公室 但是如果十個人都來的話 那我們就變成外交部一個科了 所以實際上就是說 我們為什麼就是要有最大程度的多遠性 就是希望說每一個人來的時候 他是帶來一個其他人聽到都會說 原來還可以這樣子想 這樣子的一種感覺 那這個叫學習性組織嘛 就是說每一個人都有可以交給別人的部分 每一個人從別人身上都有可以學的部分 那這件事情我覺得他就是很自然就可以接受和了解 所以我自己其實就不需要特別去帶著大家 不需要去帶領大家 而是說 只是反過來叫做無人式領導 Servant leadership 就是說 大家如果有一個創新的主義 但是不確定會不會成功 那我就會說那成功就算你們的嘛 爛掉就算我的啊 那就是透過吸收風險 然後降低大家就是容常重複的工作用 因為我畢竟會寫一件程式嘛 所以我發現就是我的這個同事 在做一些很柔軟的事情的時候 我就會寫一個小動手幫他做掉 那所以就是有點像是 哈利波特裡面那個家養小精靈 就是說沒事就找一下有沒有什麼 那我可以把就是做的事情 訂個披薩什麼之類 然後去確保說大家有一個很自在的這樣一個空間 那所以隨著時間過去 一直幫大家節省時間 一直幫大家吸收風險 然後讓大家能夠促進彼此的互信 很快的不同的層級就會看到說 也有很多創新的事情 大家可以一起做 而且又不會說得到以臨為貨 就是說我的創新變成你的負擔 就這樣子一個狀況 那所以大概是我的處理方法啦 那但是當然每一對人在你工作上 處理方法都不同 並沒有說這是放出四海人節眷的意思 18位朋友問說 火焰如何讓父母了解跳脫教育體質 在校羊外延可以學習並不是浪費時間 他想要你關於面對修學的看法 和如何調適或習慣 看待自己與多數人不一樣的生活決定 確實就是現在如果是有 好像高三的學生 然後說我不知道要念大學 我不知道要做什麼 我不知道要報名哪一個系所 我不知道要怎麼點志願 什麼之類的 然後來問我 那我一律都會告訴他說 就不要念大學 對 事實是這樣子 對 之前我有在大學的很多教職人員 然後他們就說 這個 馬上就說 他只是顯得說那個少子女話 還不夠嚴重 就說 大學沒生意了 我說不是這樣子 是說他18歲 就是並沒有帶著什麼問題來念大學的話 那其實你最多能給他做一個學位 但事實上並不能真的解決他 有什麼人生問題 那你還不如說 他18歲先去 剛剛講Gap Year 先去Tasting Manual 先去青年署 各個活動都去參加一輪 甚至是去海外當製工業 也沒有什麼不好 那去創業也很好 那但是過了一兩年 他自己就會覺得說 如果有一些不足之處 那我會想要學管理學 學國際貿易 學什麼之類的學問 那這個時候 他再回大學的時候 他帶著問題醫師回來 那這個時候 大學就比較有可以給他的事情 而且這樣子的話 一回生二回熟 那他就是 就是在這個大學 學了一個學程之後 那他之後又出去社會 他還會再回來 因為從他的角度來看 大學就是一個 一直在那邊的一個支持的社群嘛 那所以就像MBA一樣 有很多人會念好幾個嘛 所以攤體來講 就是他會回到大學的次數 比大家就是 花了四年 然後覺得浪費時間 然後出去就不理你了 要來得多嘛 所以應該是對浪費學的生意 也沒有什麼不好的影響才對 所以簡單來講 就是說如果現在還是覺得說 在校園之外 是體制外的話 那可能是比較沒有跟上 就是我們實驗教育三法 通過之後的實際的情況 因為現在在國教階段 不管是體制內的教育實驗 就是你跟你的學校的課法會講 說我一個禮拜只來三天 只來兩天 只來四天 其他的時間我要自己去選修 或甚至你說服你的學校 去開什麼選修課 現在這個都是OK的 那反過來講 就是你用 不一定要在家 就是自己自學 你也可以機構自學 或者是 就是用實驗學校的型態自學 那這個時候同樣的 你在校園外學習的時候 你還是可以回到校園內 用校園內的資源 所以不管是所謂實驗學校 特別是非學校型態的 這些實驗教育 或者是體制內的教育實驗 現在都是一個光譜 你可以自己去調配你自己 想要在校園內的時間 跟校園外的時間 所以這樣子的話 大概都不是浪費時間 這是一件事 那第二件事情是說 如果你現在是 好比想說 因為我不知道你的年紀 更得大一大二 發現說來錯地方 我想要修學 那這個時候我就會覺得說 對啊就是趕快停順 就是你如果損失了一年 你應該趕快停止 算是應該趕快停止 因為如果你覺得說 你在大學裡面 並沒有學習到什麼東西的話 那就表示說 其實你現在 心裡本來就有一個 在什麼別的方向 才是有學習到東西的那件事情 所以這個時候 就往那個方向去 你到那個方向 到某個程度 也許你會發現說 你需要一些 比較有體系的東西 或需要實驗器材的東西 只有大學裡面才有 可是那時候你和大學 就是平起平坐的一個關係 因為你手上已經有 你自己的人脈 你自己的資源 你自己的工作的心得 但是你如果現在這些都沒有 那教授說真的也很難 就是直接看你的面向 然後就說 就是你最需要什麼 畢竟還是你自己最知道 所以我不是覺得說 休學病裡面 沒有什麼不好的 這個很歡迎 就是可以參考 有時就會問說 數位身分證是不是勢在必行 是不是會有各自洩漏的疑慮 其實現在的資本身分證 才有各自洩漏的疑慮 現在資本身分證的正面 是跟你的健保卡的正面 是蠻像的 就是相片 姓名 生日 身分證字 但是背面 就有很多別人的各自 就是說有你這個父親的 母親的 或者是配偶的姓名 那有你的戶籍資料 那我一直都覺得很不可思議 就是為什麼會有人說 進出大樓換證 或者停車換證的時候 就願意把自己父母親的名字 跟戶籍地址 都透露給別人 但是顯然大家都覺得 這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 我是覺得蠻蠻奇怪的 那再來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現在的資本身分證 它的範圍是十年之前 十幾年前設計的 而且當時設計的範圍 年輕就只有十年 所以無論如何 就是我們都已經到一個 就是如果你現在有高解析度 而且當時還沒想到 現在手機的解析度這麼高 所以如果你用高解析度的手機 拍身分證證版面一份的話 那現在隨便就已經可以 偽造那一張身分證了 是是是 這是內政部為什麼要換身分證 真正的哪一個理由 就是現在的身分證太容易偽造 而且上面的個子太多 所以他們要換成 就是不那麼容易偽造 然後上面的個子 背面的完全去掉 然後正面的好像只剩 就是配偶是有或沒有 也沒有寫配偶的姓名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那所以其實他的那個 個子揭露是最小化的 那當然現在大家最擔心的是說 那這一張身分證 為什麼要附送一個 自然人品證上來 因為我們知道本來是兩張 一張是資本身分證 是做人別確認 一個是做自然人品證 那個是相當於簽名 電子簽帳用的 所以大家最大的疑慮就是說 自然人品證這個八碼的這個密碼 第一個是說 會不會很多人都取自己的生日 或什麼就是很容易猜出來的東西 然後一不小心這個 就被別人拿去 然後就幫你簽了什麼 不知道保險啊 從藝術啊什麼之類的 那確實有可能這樣子的狀況 不過當然一方面 就是說八碼的密碼 已經比提款卡的 預設六碼以上的密碼 要來得長了 所以就是說如果你的提款卡的密碼 不會隨便給別人拿走的話 那自然品證的密碼 應該不要隨便給別人拿走 那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覺得說 它不應該兩卡合一的話 那你可以學我啊 就是我每年去第一批試用的時候 我就會在那邊勾說兩卡分開拿 然後或者事務所 就會給我一張身份證 跟一張自然品證 跟現在完全一樣 那所以自然品證我就放假裡 那身份證有空在大家身上 那所以這樣子的話 就突然間又沒有各自洩漏的問題 因為你拿我的身份證 還是不能幫我簽名 那所以就是說簡單來講 兩卡合一 那個是說 大家可能每年五月要找自己的 在人品證找不到 我覺得很麻煩 大家想說 這個我一定就是 不會把它就是 密碼隨便的取 隨便告訴別人 那你這樣的自信 那就把身份證 跟在人品證合一 那你如果覺得說 這其實應該是分開的 我乾脆不要把自然品證 那你就不要過那個就好了 那其實這個都是自由的 並沒有說強迫大家 來做這樣子的更換 那最後就是說 如果對於就是實際上面 換成這個動作 也感到隱喻的話 那你在最後還有一招 就是你可以用那個 不透明的膠帶 去把那個你的心事的那個 身份證的背面 就是那個機器讀去嘛 相當於護照的那個機讀 你就把它貼起來 貼起來的話它的那個 那個晶片就失效了 你就完全不能夠 用它來騷擺 那甚至如果你真的 還不相信 我們的晶片身份證的話 你就可以拿那個墨水 把那個機讀把整個塗掉 那就是那個也就是 我們內政部有一個 regulation有一個法規 是說那樣子的話 就是它只剩存光學嘛 完全不可能再有晶片功能 那樣子不算毀損 那樣子是正常的使用 那你就可以去內政部 去印出一張 應該是A4的關域裡面 裡面有了欄位 或者像說你真的辦一些事情 需要你的戶籍地址 等等的話 你就可以把這個 含什麼棋縫章檢查 什麼東西 這個整個東西印出來 然後跟你的這個 就是光學的 已經沒有晶片能力的 這個身份證 加在一起 還是可以用純紙本的方式 去辦公務的手續 而且公務員不能拒絕你 那所以這個就是 到最後就是說 你完全只想要用光學晶片 完全不相信晶片的話 那你就完全不要請自然評證 然後去用剛剛講的這種 棋縫章的方式來使用就可以了 那當然這個 相對比較高 就是說你隨身就不是 期待一張卡片 也不能說像我 我現在就是 常常去演講的時候 就是要我這個手動 填我的這個身份證字號 那雖然現在好像有一些APP 它可以直接在我手機上面拍 那好比像說 我最近才這個 就是開通這個MinePay MinePay 就是好像說可以自動 填我的身份證 正面的名稱什麼的 對那但是我就拍 然後 然後我的名字叫唐鳳 但是他就這個 我一拍之後 他就把我的名字填成唐鳳鳳 那這就覺得 我在那裡鬼鬼的 現在那個AM模型 就是 假設人都有三個字的名字 所以 就是光學識別 還是有時候會出狀 就算是AI也是一樣 對那 所以我當然是覺得說 如果用基督去感應 然後但是不能夠 代替自然品證來幫我 就是電子簽證 不能代替簽名 的話 那我覺得感應式的 是很方便 但如果你對感應式的 真的有疑慮 那你就把背面 用不透明的膠帶 用卡套 用什麼東西把它遮起來 基本上就不用這件事情 那大概是 各種不同的防護等級 就是跟大家分享 我們有一個 這個更新品味 業配的題目 是嗎 沒有 是嗎 對我們問說 對於非傳統的性別身上 會造成很多公司的排斥 是不是要在性別教育上面 多加強啊 該從什麼角度去讓別人知道 他們跟一般人沒有不同 確實啊 就是說 對很多公司來講 特別是人責 就是HR部門來講 就是你當第一個的時候 你總是要付出特別大的成本 但是當你是你這個公司 第二個第三個 第四個的時候 那HR就已經進入一個 見怪不怪的這個情況 所以 事實上就是說 當第一個這個還是很重要 而且很需要付出很多成本 事實上是如此 那所以 當時 我的 就是看到類似這樣子的問題的時候 尤其我去新品味 一次陪列的工作方 那大概 具體的建議就是說 你還是要有一個支持的社群 那這個支持的社群 非常重要 就是說 讓大家知道說 欸 這件事情不是只有你一個人碰到 事實上每個人都在 如果他是那個公司的第一個的話 會碰到的狀況 那這個時候就會有些交戰手冊 那按照你的 就是不同的行業 他可能會有不同的話術啊 就是 那要怎麼樣來這個面對 HR的各種各樣的想法 那 像我當時在行經院 就是進去填人士資料表的時候 我心比來的天虎 然後那個HR完全沒有刁難我啊 那我就覺得很棒 這個非常非常的正面 對 那 但是就是 當時是因為大家都已經知道這件事 我已經給他們一個月的時間準備了 所以 如果他們這個 就是需要改什麼表格啊 需要做什麼調整啊 那大概都會改 那自從就是我填了五 然後也沒怎樣之後 那後來的人都變得比較容易 而且 事實上像我們現在的那個 就是國外來的 就是 演藝的那一張表格嘛 那就是 當然還是鼓勵大家 多掃給玩法啦 但如果你不想掃上 覺得會有各自洩漏一遇啊 也有值得嘛 那雖然其實紙本邪漏比較多 但anyway 對 就是說在那個 在那個 如果你就是 比較相信紙本 對 那但是不管是紙本也好 或電子也好的 兩份裡面 其實它都是出現在除了性別 除了男女之外 那還有就是其他的這樣的一個選項 那也是因為說 我到了行政院之後 就是一直在推廣這個 其他的這個概念 那 但是當然也是因為說 其他的國家 像澳洲啊 很多其他國家 現在慢慢也開始有 其他的選項出現 所以當這些 外國人來台灣的時候 我們的這個 互證系統 其他系統慢慢就要開始 去適應說 有其他這件事情 所以我是覺得說 這個都是要慢慢來 但是在線上 找到一個支持的社群 在目前這個階段 是最重要的 好 這樣子我們兩個話 都有給新平衡可以交代的段落 所以應該是可以交代的coaching 那今天非常謝謝大家的問題 謝謝大家 謝謝